第911章,独斗三大鬼王。鬼仙郑和,却是破天荒地动怒了。他的眼神之中,蕴含了英智的杀鸡。死死盯着黄小龙。就好像,他就是一位皇帝,黄小龙以下犯上,欺君之罪。本作让你不要赶尽杀绝,你这是,毫不在意本作的话。郑和眼睛微微眯。黄小龙却是咧嘴一笑,心中的杀气,也是酝酿到了极点。 郑和,你这家伙,还真把自己当皇帝看了?还特么在我面前装逼?看我不虐死你。妈蛋,好一个妄鬼大会,今天,小爷我就是来砸场子的。与之同时,在场许多的厉鬼,都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,看着黄小龙,不停地窃窃思议,讨论着黄小龙将会遭遇怎样的下场。 而黄小龙的阵营里,几只妖怪娘娘,青青,小红,包括风寒烟,明宽,都已经是精神绷紧,战意澎湃,只要黄小龙一声令下,大家伙就会抱起出手。 狐妖娘娘,蛇妖娘娘,黄皮子,刺猬,都已经准备好了,随时随刻,便回大妖原形,扫荡收割这片山头的千魂万鬼。 契机牵引之下,黄小龙的八十一剧毒诗,也是呲牙咧嘴,一个个都用嗜血和仇恨的目光,看向了郑和。 气氛已然是剑拔弩张。就在这时,哈哈哈哈,哈哈哈哈,郑和忽然狂笑了起来,眼中杀意咒消,取而代之的,竟是一种怜悯,嘲讽,不屑,罢了,罢了,本作倒是不屑于制裁你这桀骜不驯的鬼王了。 哈哈哈哈,鬼王,你听着,大约,你还不明白鬼仙与鬼王之间,那宛如天壤云泥一般的差距。 小小鬼王,在本作面前,罢依一般。 哄!说话间,庞大无敌的精神威压,再一次席卷而出,将现场的千魂厉鬼,震慑得瑟瑟发抖,就连一针和尚,这等顶尖鬼王,也都是惶恐不安。 大人息怒!求鬼仙大人息怒!厉鬼们忐忑哀嚎起来。 黄小龙却是毫不在意,表情云淡风轻。 听着,本作根本不屑于亲手镇压你。 你这鬼王,依仗的,无非便是八十一具毒师,而本身的鬼力,根本不值一提。 正和藐视一笑。 既然,你将那僵鬼诛杀,魂飞魄散,那么,接下来。 正和目光一扫。 你的对手,也可以将你抹杀。 听着,诸位鬼王,你们在与此鬼王交手之时,不必留守。 谁若能令其灰飞烟灭,那么,本作必有重赏。 好吗,正和是让其他鬼王去杀黄小龙。 谁若能灭杀掉黄小龙,那便能获得正和的一些赏赐。 正和这不斥于是颁布了一条悬赏令。 说完,正和老神在在地做好了,用戏谑的目光看着黄小龙,一道传音,在黄小龙脑中浮现了出来。 哼,小小鬼王,还敢在本作面前蹦打。 本作倒要看看,你能否抵挡住其他鬼王,那潮水一般的车轮战。 结结结,结结结,黄小龙心头一笑。 这正和,还真是功于心计,给小爷我来了一招借刀杀人,不过,小爷正好可以当着他的面,将所有的鬼王,统统碾压成渣渣,彻底打死。 他不是想当鬼中帝王吗? 那我就让他先品尝一下,光感思令的滋味,哈哈哈哈。 啊,众赏之下必有勇夫。 这个时候,许许多多的厉鬼,鬼王,便都用贪婪的目光,盯着黄小龙,蠢蠢欲动,就好像是在盯着一块鲜嫩可口的肥肉。 他是我的了,哈哈哈哈,一把凄厉的惨叫声响起。 嗖,一条鬼影,直接窜到了黄小龙身前。 这鬼影,居然样貌与黄小龙一模一样,只不过,其身上,并没有黄小龙那么浓郁的鬼气,也没有黄小龙那种身为鬼王的逼格。 你死定了! 站在黄小龙对面那黄小龙,一脸阴森地笑道。 啊?怎么有两个公子啊? 小红又是诧异,又觉得很是好玩。 当然,有一个是假的啦,这么容易分辨,难道你看不出来吗? 轻轻咯咯咯地笑道。 虽然样貌身材一模一样,但太拙劣了,估摸着是一只小鬼伴的吧,就算是闭上眼睛,我都能分辨出,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公子。 哈哈哈哈,真是搞笑啊,黄小龙忍不住大笑了起来,然后,身上阴气,凝聚成一条鞭子,直接抽在对面那黄小龙身上。 啊你不得好死那黄小龙惨叫了一声,身体直接被抽爆了,里面是空心的,外面一层皮原来是纸扎的。 是个纸扎人。 这纸扎人爆裂散开之后,里面钻出来一只蓝衣厉鬼,想要逃之夭夭,黄小龙顺手一抓,就把那蓝衣厉鬼直接捏碎了。 这纸扎人的手艺,还真是不错,扎出来的人,栩栩如生,而且还能在纸扎人身上,附一只蓝衣厉鬼,黄小龙品头论足道。 而且,这纸扎人,明显是刚刚临时按照我的样子扎出来的,好手艺,好手艺。 事实上,能够得到黄小龙这一句赞扬,这已经是天大的肯定与荣幸了。 结结结小子,你忤逆鬼仙大人,这就是欺君犯上啊,让我来抹杀掉你吧话说间,阴气一扫,一个勾搂着背的老鬼,穿一身造衣,出现在了黄小龙身前。 这老鬼,一看就是鬼王,最为特别的是,在他的身后,竟然站着一黑一白两条人影。 穿白衣的,满面笑容,身材高瘦,面色惨白,口吐长舌,其头上官帽,写有一件生材四字,手中握着一根白色的枯桑棒,枯桑棒上有铃铛和碎步条。 穿黑衣的,面容凶悍,身宽体盘,各小面黑,官帽上写有天下太平四字,手中握着的枯桑棒是黑色。 他们的表情,一哭一笑,十分圣人,身上的鬼气,也是狼烟冲天。 这一黑一白,也就是两个纸扎人。 不过呢,扎出来的,却是黑白无常。 这也太搞笑了吧,黄小龙差点捧腹大笑。 黑白无常,乃是地府十大阴帅,地位和牛头马面,黄蜂大帅,这些差不多,比一般的鬼差尊贵了,不知道多少倍。 但黄小龙很清楚,在地府中,早就没有了黑白无常。 而这个擅长扎指人的鬼王,居然能够扎出黑白无常这种阴神来,这说明,他胆子很大,扎指人的手艺更是炉火纯青,而且,道横还不浅。 这纸扎的黑白无常,站在那鬼王身后,就好像是一对忠心耿耿的保镖打手。 其他的厉鬼,以及鬼王,看到黑白无常,虽然明知道是假的,但心头也略微有一些发触。 毕竟,鬼魂还是本能,有些惧怕地府阴神的。 这是天性。 结结结,怎么,是不是怕了? 那鬼王对着黄小龙发出惨笑。 见了黑白无常,还不跪下。 那指扎的黑白无常,却是对着黄小龙大吼道。 大胆! 乳早已化为尘土,为何不好好去地府投胎,却强留尘世? 跟我们走吧! 这就将你打入油锅地狱。 就在这时,黄小龙忽然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。 我知道了,你是不是这世的鬼王? 嗯,你怎么知道? 那鬼王惊了一下。 这就是了。 黄小龙笑咪咪地点了点头。 柜子手的刀,武作看得见,杂纸人的手艺,二皮匠的针线,这是四种捞音门前的古老神秘之夜。 你是杂纸人,俄武作和二皮匠呢? 你竟然知道我们的底细。 那鬼王的鬼眼,一下子就瞪了起来,忽然一颤。 你,你,你。 哈哈哈哈,对,你猜到了吗? 黄小龙戏谑一笑。 对,这是那个柜子手鬼王,被我干掉了。 哈哈哈哈,你,你该死。 那杂纸人鬼王,目次欲猎。 柜子手,杂纸人,二皮匠,武作,这四只鬼,本就是惺惺相惜,手足一般。 如今,柜子手被干掉了,这对于杂纸人鬼王来说,不斥于是被砍掉了手脚啊。 与之同时,另两道深寒的杀鸡,却也是将黄小龙死死缠绕住了。 哦,武作和二皮匠也来了,对吧? 一起上来吧。 今天,我就把你们这三只鬼王,统统绞杀。 黄小龙云淡风轻地道。 这才叫做一网打尽。 找死。 下面,只见一只老浴室的鬼王,手里握着针线,一边再剃一具尸体,缝补着残缺不全的部位, 一边用充满了怨毒和仇恨的目光,狠狠盯着黄小龙。 赫然,老浴鬼王缝补的尸体,眼珠子转动了一下,似乎活了过来,那尸体,也是用惊悚憎恨的目光,看着黄小龙。 这老浴,显然就是四种职业之中的二皮匠。 站在老浴鬼王身旁的,则是一个四十来岁,极为兽缺的男鬼,有着一些儒雅的气质,一双鬼眼,犀利的不像话,仿佛能够看穿一切。 这寿缺男鬼,多半便是五座了。 你们,一起上来吧。 黄小龙嬉嬉一笑。 五座,二皮匠,扎纸人,这三只鬼王,却是将目光,同时看向了鬼仙正合。 而这个时候,黄小龙所幸把八十一具毒师,统统收入了阴魂筒,笑道,对付你们这种下三烂,也用不上毒师,黑快上来。 狂妄!就凭你一只鬼王,居然敢毒斗三只鬼王?还不用你的杀手捡毒师? 作死!正合谈了谈指甲。 好,你们三位鬼王,一起上吧。 既然他如此猖獗,你们就联手干掉他。 可不许,让本座失望,灭了他。 遵命! 两道阴惨惨的戚风吹过,二皮匠老玉,以及五座兽薛男子,同时飘到了黄小龙面前,与那扎指人并排站立。 全场惊悚。 一只鬼王,要独斗三只鬼王。 这也太狂了吧。 第912章,对决一针合上。 鬼可没什么道义可讲,三个打一个,他们亦不觉得有什么廉耻之类的问题。 这时,五座,二皮匠,扎指人,已然是成品自行战力,与黄小龙对峙了起来。 这一战,对于这三只鬼王来说,不容有失。 一则是要为手足兄弟刽子手鬼王报仇。 更为重要的是,鬼仙正和已经命令他们务必杀死黄小龙了,若是三个打一个还搞不定,那他们恐怕会迁怒正和,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 这时,三只鬼王的气势,几乎是凝聚在了一起,四周阴气滚滚,并缓缓下沉,在地面上覆盖了一层,速速作响,宛如流沙一样,朝黄小龙蔓延了过来。 黄小龙站着不动,任由那阴气流沙,将自己的脚面覆盖了,很快,就从阴气流沙之中,探出一个个骷髅头,惨生哀嚎。 你杀了刽子手,那么,今天你也魂飞魄散吧。 那五座鬼王,明笑了一下,骤然,在他的眉心之间,直接裂开,显现出来了一颗诡异的眼球。 这颗眼球,足足有核桃大小,滴溜溜地滚来滚去,散发出一道道幽光。 这些幽光,奇奇地照耀在了黄小龙身上,似乎是要将黄小龙全身上下的破绽,秘密,尽数都窥破,看个一清二楚。 无所遁形。 何还想窥似我? 黄小龙嬉嬉一笑。 五座没心处,出现的眼球,就是他的绝招。 古代的五座,就相当于现代的法医和验尸观,五座是世袭的,后代,有极大的概率,出现阴阳眼。 这阴阳眼,不但可以验尸,更加能够沟通阴魂。 传说中,包青天的母亲,就是一位武座,所以包整可以与鬼魂交流,查起案子来,如鱼得水。 包青天日断阳,夜断阴,省人又省鬼,眨人又眨鬼,非同小可。 这五座鬼王,眉心的眼珠子,第一个作用,就是把其他阴魂厉鬼的底细,全部看清楚。 比如是怎么死的,是什么鬼,破绽是什么,弱点是什么,法宝是什么,擅长什么鬼术,有什么绝招。 这些,五座鬼王一眼就能看出来,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,有了这只奇妙的眼珠子。 五座要杀别的阴魂厉鬼,几乎是轻而易举。 眼珠子中,弥散出来的幽光,并没有实质的攻击力,而是要勘察黄小龙的虚实。 黄小龙也是落落大方地任由五座鬼王的侦察。 开玩笑,区区一只鬼王,还能看出黄小龙的什么弱点。 果不其然,那五座鬼王的眼中,很快就暴闪出来一抹极度震撼的表情,枉然道。 怎么回事?这是怎么回事? 我,我,我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,我只看见一团鬼气,根本看不穿,什么也看不到。 算了,不需要侦察了。 杀了他。 那扎指人鬼王,极为的暴躁,一挥手,只扎黑白无常,便是朝着黄小龙扑了上来。 只扎黑白无常,高举枯桑棒,朝黄小龙脑袋上砸了过来。 狂暴的鬼气,夹杂着一个个森冷的舔纹,要将黄小龙的脑袋直接砸碎。 与之同时,扎指人鬼王双手连连挥舞,一张张剪指,被他扔了出来。 这些剪指迎风暴涨,在空中迅速膨胀,变成一个个庞大的指人。 每一个指人都有一丈来高,宛如上古巨人。 指人的形象,有的是承咬金,有的是拿大锤的李源霸,有的是打虎的武松,尽数都是华夏历史上排得上号的猛人。 结结结小子,听好了,我这些指人,都是用特殊的石棉纸扎成的。 不怕火烧,不怕雨林,对寻常的道法,也几乎是免疫的。 而且,在指人之中,还封印了凶恶的紫衣厉鬼,哪怕你是的毒师,也不是这些指人的对手。 结结结,受死吧! 那扎指人鬼王,发出了得意的狂笑声。 这些指人,的确太凶猛了,数量又多,寻常鬼王对付起来,难度极大,一个不小心就陷入苦战。 黄小龙却是满脸笑意,一缕意念已经进入地府,随意从地府之中,采集到了一些火焰。 地府之中的火焰,自然便是,明火。 这明火,是地府之火,天地间独一无二,盾威力,与三昧真火相差无几。 黄小龙伸出手掌,一朵巨大的明火,便是在掌心蒸腾吞吐着。 指人渣得再好,终究也是怕火的。 你这些指人,虽然不惧怕凡间之火,甚至不惧世上大多数火种,可是,我这明火,也相当于一种神火了。 我就看看,能不能烧掉你的指人。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。 哄! 手中一朵明火,直接爆成密密麻麻的小朵明火,这些明火,扭曲了几下,变化成为一只只鸟雀,嗖嗖嗖地飞了出去。 指扎的黑白无常,指扎的李元霸,武松,程咬金,等等等等,一遇到明火,就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,顷刻间就化为灰烬,附着在里面的厉鬼,也是被明火裹住。 熊熊燃烧,惨叫声不绝于耳,一滴滴浓水,飞溅了出来。 岂有此理?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。 那指扎人鬼王,简直就是气得吹胡子瞪眼。 这些指人,可都是他毕生的心血啊,转眼间就毁于一旦,一个不剩了。 惨惨惨。 嗯? 这是,什么火焰? 有点像是地府的明火。 正和在台子上,表情也是略微有些僵硬。 他本以为,三大鬼王为欧黄小龙,仅仅凭借气势,就能将黄小龙生生压垮,可是没想到,黄小龙怡然不惧,还放出了威力如此恐怖的火焰。 只不过,正和这鬼仙,也没有去过地府,所以不知道黄小龙放出来的是神火之一的明火。 不过嘛,这明火鬼气森森的,与到家的三妹真火,大相径庭,也没有引来正和的怀疑。 这边,只扎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,那二皮匠鬼王,也终于出招了。 只见他一挥手,一具具尸体,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。 这些尸体,身上,都布满了蜈蚣一般的伤口,但是被丝线缝合了起来,尸体都是缺胳膊断腿或无头的,但是被缝补好了,竟然有一种复活了的迹象,只不过,又鬼气森森,形成了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。 这些尸体怪物,特点与黄小龙的毒尸极为相似,也都是力大无穷,刀枪不入,迅捷如援。 一大群尸体,围攻黄小龙。 那二皮匠鬼王,双手甩出一大把针线出去,扎在了现场大量厉鬼的鬼体上。 这些厉鬼骤然间就被二皮匠鬼王控制,像是扯线傀儡,潮水似的,往黄小龙扑了上来,一个个汗不畏死,要把黄小龙淹没了时, 好吗?二皮匠对黄小龙发动了人海战术。 舞座?还不出手? 二皮匠鬼王,对着五座鬼王,惨嘻嘻地叫了一声。 死!五座鬼王一声名笑,眉心的大眼珠子里,抱涌出来大量的阴气,这些阴气冰寒至极,所过之处,就连地面和空气,都被冻结成为了冰灵。 羞羞羞羞羞羞羞,这些冰灵,绷飞了出来,好似匕首一般,又似飞剑一般,凌空刺向了黄小龙。 而且,极度深寒的阴气,还席卷向黄小龙,似乎转眼间,就要把黄小龙,动成一尊冰雕。 这就是五座鬼王那只大眼珠子的终极绝招。 阴寒之气,那二皮匠鬼王,也是发出了极为嘶哑变态的叫声,拿出一根极长的针,这针上面,缠绕着千魂万鬼,阴气,利气,杀气,凶气,就像是一件品质极高的法器,一下子就朝黄小龙扔了过来。 直刺黄小龙的眉心,这一针,俨然就是二皮匠鬼王的绝招,普通的鬼王,哪怕就是被针尖稍微擦到一点,都要倒大眉。 面对人海战术,冰零,阴寒之气,非针,的围攻,黄小龙笑了笑,身上骤然爆发出一大团蘑菇云式的明火。 在地府之中,明火很多,取之不尽,身为阴天子的黄小龙,需要明火的时候,随意去取就是了,要多少有多少。 其实黄小龙更喜欢使用三昧真火,只不过,现在扮演的是一尊鬼王,战斗的时候,必须要用鬼的手段,这让他受到了局限,所以只好用明火代替三昧真火了。 哄!一把明火烧了出去,将迎面而来的所有一切,烧成灰飞。 那三只鬼王,见识不妙,化为三缕鬼气,就要跑路,结果却是被明火裹住,噼里啪啦的焚烧了起来。 啊鬼仙大人,救命啊,鬼仙大人,救命啊!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,正和面容扭曲,便欲扑灭明火,将五座,二皮匠,扎纸人,都救下来。 不过,他只是手指头微微一动,便将这想法压了下去。 哼!没用的东西!三个打一个都不行,如此废物,怎能辅助本座建立鬼国? 正和冷哼一声,旋即便是用音质的目光,盯着黄小龙,似乎是要将黄小龙身上的秘密,全部看穿。 但他却什么也看不出来。 这家伙,竟然给本座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,他到底是什么鬼? 正和眼中在酝酿着一些事情,他破天荒地重视起来一只鬼王。 在以前,鬼王在他眼中,就和蝼蚁差不多,可今时今日,黄小龙的表现,确实让他不得不重视。 当然了,这种重视,并不足以让正和亲自动手,去对付黄小龙。 很快,那三只鬼王,便是被烧成一片灰烬,魂飞魄散,死得不能再死。 妖怪娘娘们,青青,小红,风寒烟,明宽,蒙静灵,都是相视一笑。 黄小龙简直强无敌,无论是用什么身份,无论是在什么地方,都可以横扫一切。 烧死三只鬼王后,黄小龙将名火收了,一脸平静地看着正和。 哈哈哈哈好,很好,非常之好,看来,你是准备和本座抗衡到底了。 哈哈哈哈,正和阴森森地盯着黄小龙。 谁替本座灭杀此鬼王,本座赏赐一件极品法宝。 阿弥陀佛一个全身缠绕着沙尘暴式的鬼气,僧袍飞扬的和尚,站在了黄小龙面前。 和尚一边数着念珠,一边似笑非笑地对黄小龙道。 既然鬼仙大人都说了,你必死无疑,那么,就让贫僧来送你上路吧。 你很强,不过,贫僧生前是和尚,佛法身战,死后成鬼,将佛法变成鬼术,无往而不利。 你不是贫僧的对手,阿弥陀佛,何不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。 话音刚落,密密麻麻光头立鬼虚影,出现在了黄小龙周遭,开始念经。 唧里呱啦地念诵着一些经文,其中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绩效声。 这是鬼念经,很容易让人或者其他鬼,心智迷乱,任人摆布。 你就是佛周氏,空山寺的一针和尚吧? 黄小龙忽然一笑,我等你很久了,早就想把你干掉了。 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。 嗯?你怎会认得贫僧? 一针和尚愕然。 嘻嘻嘻你的空山寺,被我一把火烧掉了,你的师弟一念和尚,也被我干掉了。 黄小龙忍触无害地笑了笑。 哼!鬼王一针和尚,骤然暴怒,全身抽筋式地颤抖了起来,咬牙切齿地诅咒着。 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! 这时,黄小龙却是直接将千魂翻记了出来,这个,你应该认得吧? 当初被你侮辱的那个清朝女鬼,可是每日每夜,想要找你报仇呢? 一针! 银僧! 那命来! 铅魂翻中,浮现出来那清朝女鬼,充满了仇恨与怒火的鬼脸。 第913章 今天,你死定了! 在面对鬼王一针和尚之时,黄小龙将千魂翻记了出来,翻其在阴风中招展,烈烈作响,万千厉鬼的面孔浮现了出来,勾魂锁命,尤其是那清朝女鬼,见了仇人,更是分外眼红。 哈哈哈哈,阿弥陀佛,原来,这件人被你收了,一针和尚咧嘴一笑,无尽阴森。 对,当年,是贫僧宠幸了这件人,不过,这件人既然死了,为什么不去投胎? 反而变成厉鬼害人,阿弥陀佛,善哉善哉,贫僧度人也度鬼,今天,就让贫僧,将你们这些该死之物,统统度化吧。 也算是送给鬼仙大人的一份见面礼。 话音刚落,鬼王一针气势暴涨,身上鬼气如绝体之水,倾泻而出,浓郁的鬼气,化形成为一尊数丈高的佛像。 这佛像通体漆黑,鬼气森森,双眸已然是被挖去,空洞的眼眶之中,有密密麻麻的狮虫在蠕动着,看上去不伦不类,阴森邪意,恶心恐怖至极。 一针和尚,盘膝坐在佛像的肩膀上,手腕念珠,低声念诵,天地之间,响起机里呱啦念经的声音。 在这念经的声音之中,又夹杂着无数惨死冤魂的痛哭声,以及若有若无的笑声。 俗话说,人念经驱邪,鬼念经招煞,这一波光头厉鬼念经,竟然让那一针和尚身上的凶煞之气,暴涨到了一个极点,狼烟一般冲天而起。 啊别念了!不要念了,受不了了! 在场许许多多级别略低一些的厉鬼,都纷纷哀嚎惨叫了起来,双手死死捂住耳朵,在地上打滚,很快便是砰砰砰的爆开了,魂飞魄散。 台子上的正和,微微点头,眼中浮现出来了一抹赞誉之色,喃喃道。 这鬼和尚倒是厉害,在鬼王之中,都属于极强的存在了,生前精通佛法,死后变鬼,将佛法与鬼术结合,十分了得。 这次,本作倒要看看,这大逆不道的鬼王,如何收场。 鬼和尚,替本作灭杀此鬼,以后,你就是本作的心腹,左膀右臂了。 这鬼念经,黄小龙却是丝毫没有放在心上,心念一动,千魂藩上鬼气蒸腾,凶煞弥天,并散发出黑洞漩涡一般的吸扯力。 扑扑,扑扑。 一只只血淋淋的鬼手,从千魂藩之中,钻了出来,抓住那些正在念经的光头厉鬼,闪电一般,就朝千魂藩中拽了进去。 也就是刹那之间,回荡在天地之间的鬼念经声音,便是戛然而止。 要知道,黄小龙这千魂藩,吞噬了大量阴魂厉鬼,已然是成为了一件极强的法器,威力倍增。 岂有此理?贫僧打死你们。 佛像肩上,一针和尚眼中杀鸡蹦闪,一挥手,一尊黑色大手掌,直接镇压了下来。 这黑色大手掌,纯有鬼气凝聚而成,大有差不多几亩地,掌心的纹理清晰可见,并且,在掌心中,窜出来一个个血淋淋的头颅,张嘴嗷嗷嗷地嘶吼着。 哄!鬼手掌位置,一大片地面都被震出蜘蛛网一般的军裂痕迹,四面八方观战的厉鬼,连忙惊恐地躲闪了开去。 那清朝女鬼,号令千魂藩之中的所有厉鬼,将鬼气凝聚成一团,也是爆出一尊鬼气大手掌,从下网上拍出,与一针和尚的鬼气大手掌,来了个正面硬汉。 哄!这一下撞击,就好似陨石相撞,爆发出轰然巨响,整个大雁山的山体,都摇晃了起来,有一些石块,崩飞出去,又被鬼气震成鸡粉。 一针和尚的鬼气大手掌,被直接震成凌乱的鬼气,而千魂藩中的厉鬼,也有不少被震死了。 那清朝女鬼,都是扑的一下,喷溅出来一口阴血,也是受了伤。 这一次撞击,倒是个两败俱伤之局。 黄小龙将千魂藩收了起来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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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巨大的佛像之上,一针和尚居高临下地看着黄小龙,怎么,你的法宝都差点被贫僧打碎了,你还有什么本事? 贫僧可还有许多厉害的底牌,没有打出来,结结结药布,将你的毒师统统都放出来吧,贫僧一并解决掉。 一针和尚从佛像肩膀上站了起来,音风一吹,僧袍翻卷,气势宛如从深渊之中走出来的妖僧,令人不寒而栗。 哈哈哈哈你以为,我就没底牌了吗? 黄小龙眼中掠过一抹讥讽的笑意。 只见黄小龙随手一挥,一尊庞大的魔物,顶天立地一般耸立了起来。 这魔物也有树杖之高,与一针和尚用诡气化形出来的佛像,相差无几。 此物通体漆黑如铁,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,背后长了一对蝙蝠式的巨大羽翅,遮天蔽日,一对眼眸散发出凶狠的赤红光芒,气息射人心魄。 这就是一台杀戮机器,哪怕是鬼王,都会被他瞬间撕成碎片。 鬼偶?黄小龙将鬼偶放了出来? 要知道,这鬼偶,原本只需要用一千只厉鬼祭练便可,但黄小龙重新祭练一番。 在百慕大孤岛,郑河的府邸之中,吞噬了不少厉鬼,其中还有鬼王,让得鬼偶长出了翅膀,进化得更加恐怖,强横不可思议。 黄小龙一跃而起,站在了鬼偶的肩膀之上,似笑非笑地看着一针和尚。 此情此景,宛如上古战场,一尊佛像,一尊鬼偶,摇摇对立,就要展开惊天动地的一战。 在场无数厉鬼,鬼王,都骇然惊恐地瞪大的眼睛。 青青,小红等妖怪,还有鸣宽,蒙静灵,风寒烟,马出夏,尽数都是目眩神迷,黄小龙的底牌,可真是一张接着一张地打出来啊,仿佛没有人能够看清楚他的深浅。 那正和,都是忍不住站起来了,死死盯着鬼偶。 好,竟然祭练出来了,这么一尊鬼偶。 本作若是得到这尊鬼偶,重新祭练,必然使其成为凶煞天下,横行无忌的法宝。 好,这尊鬼偶,本作要得到。 竟然连正和,都对黄小龙的鬼偶,产生了觊觎之心。 正和重新做了回去,眼中贪婪之色更甚。 一针和尚音笑一声,一挥手,手中握着一把镰刀,这镰刀手柄的一端,用锁链穿了起来,他怒跑道。 天断头,地断头,人断头,鬼断头,锁魂帘,给贫僧斩了他。 搜的一下,锁链镰刀,直接飞斩向黄小龙的大好头颅。 节节节,贫僧用这口镰刀,斩了一千人之头,一千猛鬼之头,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凶物,你还不死。 镰刀爆发出来的刀器,宛如匹链一般,凄凄惨惨,无物不割。 黄小龙咧嘴一笑,动也没动,那鬼偶的一只瘦骨临巡之手,却是闪电般抓了出来,凌空抓住镰刀,一把捏成碎片。 鬼气从鬼偶的指缝间溢散出去,鬼偶猛一张嘴,如长径细水一般,将四散的鬼气给吞吃掉了,打了个宝格,凶残至极。 结结结看来,不用点真本事,还灭不了你,鬼偶又如何? 看看贫僧的术法。 一针和尚不以为伍,反而宁笑了一下,这是贫僧用佛法与鬼术结合。 自创出来的术法,结结结,死在这一招之下,你算是死得其所了,八冠灭鬼。 轰轰,轰轰,足足八口棺材,直接飞了出来。 这八口棺材,一开始也就是八长大小,不过迎风暴涨,很快就变得每一口都有数米长宽,就好像是八辆大巴车一样。 八口棺材,都是纯樱木材制作的,本就是用来收敛鬼魂的,棺材盖子上写满了铁文和梵文,不止出来了一个个阵法。 在这八口棺材上面,还各画着一幅图。 这些图,代表的就是佛家讲的,众生皆有八苦,生苦,老苦,病苦,死苦,愿增会苦,爱别离苦,求不得苦,及无取运苦。 这八口棺材,专杀厉鬼,哪怕是普通的鬼王,只要被吸入其中,都会化为灰飞。 看到这一招,哪怕是鬼仙正合,也都是连连点头,眼中浮现出来了若有所悟的表情。 这一针和尚,身为一只鬼,居然把佛法柔合在了鬼术之中,自创出这么一招,看来,他的确是天赋异禀了。 这鬼和尚,便是当今天下,最强鬼王了。 本作一鬼之下,万鬼之上的存在。 以后,也可随本作,南征北讨,建立无上鬼国,位及人臣。 正合对一针和尚的评价,那是相当高的。 说时迟那时快,八口棺材,将黄小龙给团团围住了。 这些棺材,都是按照八卦方位不列成阵,就等于是形成了一个困阵,把黄小龙给困在中间,插翅南飞,然后关起门来打。 下一刻,砰,砰,砰。 八口棺材的盖子,同时掀开了。 八口棺材之中,同时喷发出来了一道道黑光,直接照耀在黄小龙的身上。 以及鬼偶身上。 这些黑光,便是要将黄小龙和鬼偶,强行扯进棺材里,然后直接炼化湮灭成虚无。 咔咔咔。 庞大的鬼偶,被黑光形成的锁链困住了,强行地拉拽着。 鬼偶发出啾啾啾的声音,奋力抵御。 但似乎也渐渐有些不知了。 黄小龙却是微然不动,探手入怀,直接取出一张符传。 这张符传,并不是道家的符传,而是翻腾着无穷无尽的鬼气。 符传通体都是黑色的,上面描绘着密密麻麻的舔文。 每一笔每一画的舔文,都渗出丝丝鬼气,邪义无比。 这是一张鬼符。 道是有道家符传,鬼自然也就有鬼符了。 黄小龙身为殷天子,哪有不会画鬼符的? 只是他平时对这玩意儿,兴趣不大,要画也是画道家的符传。 刚才,一丝一年进入地府,让地府中的厉鬼,临时替他画了一张鬼符。 一针和尚,你这八口棺材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看我怎么破掉你,最得意的鬼术。 哈哈哈哈。 黄小龙朗声一笑,直接将鬼符抛了出去。 哄! 这鬼符迎风暴涨,大如天地,上面的舔文不断扭曲,然后整张鬼符,直接暴碎开来,化为一道道鬼气冲击波,直接朝那八口棺材覆盖了过去。 砰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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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怖的巨响声。 这声音,就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,一片山头,光芒刺眼,雷声滚滚,电光如箭,飞火流星,八口棺材,被炸成粉碎。 一浮之微,如丝恐怖。 不过这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,替黄小龙画这张幅的鬼,大约就是吕布,罗成,张飞,李逵,这一级别的,虽然是临时画出来的,但其中蕴含的鬼力和破坏力。 也是非同小可。 扑! 一针和尚,凌空喷溅出来一口阴血,站在佛像的肩膀上,用手捂住心口,鬼体摇摇晃晃晃,似乎要坠落下来一般。 要知道,这八口棺材,是用一针和尚的魂魄剂练出来的,棺材被毁,他也是受了重伤。 怎么会这样? 郑和惊骇不已。 他原本认为,一针和尚的八口棺材,足以轻而易举绞杀黄小龙,可万万没有想到,黄小龙只用一张鬼符,便将八口棺材给炸毁了。 一张鬼符,居然比一针和尚的法宝还厉害。 郑和有点猛逼了。 他这鬼仙,脑子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。 啊! 畜生! 你毁贫僧法宝! 贫僧和你拼命啊! 一针和尚爆发出如丧烤笔的叫声音,鬼手一抖,一串念珠,却是飞了出来。 这一串念珠,一共是由七七四十九个骷髅头串成的。 这时,念珠在空中崩开,变成四十九个骷髅头,朝黄小龙冲了过去。 每一个骷髅头都变得水缸一般大小,穷凶极恶,如同嗜血嗜魂的魔头,张开血盆大嘴,做事要将黄小龙撕咬成碎片。 这又是一针和尚的一件法宝。 这家伙,法宝还真是够多的,一件接一件,让人应接不暇。 在场边观战的其他鬼王,都不得不承认,一针和尚,在鬼王这个领域,恐怕还真是无敌的存在。 不过呢,不管一针和尚使用什么法宝,黄小龙也就是一张鬼符破织。 简简单单,轻轻松松。 就在刚才,临时抱佛脚,地符里的鬼魂,又给黄小龙画了一张鬼符。 反正地符里鬼魂无数,一只鬼画一笔,也很快就能给黄小龙批量性地画好威力极大的鬼符。 说时迟那时快,黄小龙又甩了一张鬼符出去。 哼!鬼符爆开! 鬼气冲击波将那些骷髅头裹住,瞬间就将其吞噬,化为一股股清烟。 这一波鬼气于是未消,蘑菇云一般朝那庞大的佛像,以及一针和尚,抱涌而去。 啊!一针和尚连躲闪的时间都没有,一下子就被鬼气冲击波缠绕住了。 咔擦,咔擦咔擦! 啊!佛像如玻璃一般崩碎开来,炸成漫天积粉,而一针和尚,也是魂飞魄散,死得不能再死。 在一片去迹之中,黄小龙轻描淡写地将鬼偶收了,双足落地,目光横扫全场。 还有谁?安静!四面八方,安静的诡异。 无论多么凶残的厉鬼,多么疯狂的鬼王,现在都不敢吭声了,甚至不敢接触黄小龙那屁腻的目光。 黄小龙接连灭杀术之鬼王,俨然已经树立起来了一种威压,而且,他的手段,太强横了,让其他厉鬼,只能够臣服得愤。 这时,郑和的目光,锁定了黄小龙,在他的眼眸之中,酝酿起来了许多事情,他的表情,也变得有些复杂,愤怒,杀鸡,扭曲,贪婪,惊讶。 郑和的手指头,连续地动了几下,不过最终,他还是将心头的癫狂愤怒,还有杀鸡,压制了下去。 郑和笑了,哈哈哈哈好,好,精彩,精彩至极。 这位鬼王,看来,你才是最强大的鬼王。 罢了,本座要建立鬼国,正是用鬼之计,这样吧,本座就放下成剑,正是招揽你。 你有资格,成为本座的心腹。 以后,本座建立起来了鬼国,你便可以成为鬼国的宰相,一鬼之下,万鬼之上。 怎么样?这是一份荣耀,你还不跪下谢恩? 放心,本座并不吝啬,等会儿,便赐给你一些法宝,让你更加强大。 这话,让许多的厉鬼,都用妒忌的目光,看向黄小龙。 这鬼仙心腹之争,最终却是黄小龙意齐绝尘的胜出了,以后,他就是天地之间,排名第二的鬼。 仅仅在鬼仙之下,以后在鬼国之中,也是位高权重的存在啊。 哈哈哈哈,突然,黄小龙大笑了起来,笑声之中,充满了鱷鱼,讽刺,你,让我跪下。 哈哈哈哈,其实呢,今天,我来参加这个万鬼大会,就是要干掉你,知道吗? 郑和对吧?哈哈哈哈,今天,你死定了。 鬼仙我还没有杀过,今天要尝尝仙了。 什么?你怎么知道,本座生前的名字? 你。突然之间,郑和只觉得惊心动魄。 第914章,现身。 你。此时此刻,郑和心中,波澜骤起。 要知道,他只是告诉诸鬼,他乃是海外归来的鬼仙,而自己的底细。 只字未提。 无论是谁,恐怕都猜测不到,他生前的身份,乃是明朝的三宝太监。 而这身份,郑和的确也有意隐瞒。 可黄小龙一上来,就到破了郑和的身份,这让郑和有些挫措不及防。 台子上,郑和手下那些水手鬼王,也都是面面相去,作声不得。 黄小龙慢条思理地道。 怎么了?是不是很惊讶啊? 你隐匿海外几百年,从来没有涉足中途,却是被我一语道破身份,是不是有一种束手束脚,吃别的感觉? 你是怎么知道的? 郑和凛然质问。 难不成,你也是从海外归来的鬼? 要知道你的秘密很简单啊,我不但知道你是郑和,还知道,你生前那些龌龊事儿呢。 哈哈哈哈,黄小龙眼睛里面,都是讽刺的表情。 放肆。 本作一向光明磊落,生前更是一波云天。 造福天下苍生。 你这小小鬼王,难不成,还想诽谤本作? 郑和大义凛然,身上散发出一种先锋道鼓,不像是鬼,而像是仙人。 扑哈哈哈哈,还挺能装逼的呀,黄小龙实在是有点被恶心到了。 你处心积虑,娶了一位娇人为妻,却将其害死,甚至还大摆娇人厌,美滋滋地吃鱼肉,这也是光明磊落。 你想求长生,不过,你终究还是死了。 你! 郑和一下子站了起来,脚下的地面,骤然裂开,宛如遭到了雷火轰炸。 哪怕郑和已是鬼仙,听闻黄小龙当面提及他生前最大的隐私,做得最卑鄙无耻的一件事,也是忍不住生出极端羞愤之情,旋即,目光凝聚成真,眼角肌肉不停地抽搐,对黄小龙,已然动了必杀之心。 无论如何,本作都要杀了这只小鬼,本作最大的秘密,竟然被这只鬼知道了,不行!那件事!那件事! 不能让人知道!也不能让鬼知道!死!本作要宰了他!让他魂飞魄散! 郑和脸上,满是胸利之色!你这只小鬼,恶意重伤本作,还想要篡夺本作的皇位,郑和宁笑道。 本作本来还想栽培你,不过,罢了,是你不识抬聚!今天,本作就灭了你! 鬼仙,黄小龙深吸一口气,眼中浮现出来了一抹澎湃的战役。 我还从来没有和鬼仙交过手,不知道会不会很好玩。 黄小龙图过龙,斗过妖怪,干死过饕餐,虐过僵尸,砍瓜切菜地搞定过各种鬼以及鬼王,还真没和鬼仙玩过。 这是第一次!不过,就在这时,截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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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阵啾啾怪叫的声音响起。 许许多多的厉鬼,都寻声望去。 只见,发出这啾啾怪叫声的,居然是一只蓝衣厉鬼。 这蓝衣厉鬼,是个中年女人的模样,脸色惨白,嘴角擒着一抹诡异的笑容,但鬼气也很是普通。 在这万鬼大会之中,属于那种很弱小,丝毫不起眼,近乎炮灰一般的存在。 不过,正是这样一只平平无奇垫底的蓝衣厉鬼,居然胆大包天,赶在黄小龙和鬼仙正和对峙的时候,突然站出来,发出怪笑声。 而且,这笑声里面,还充满了野鱼和讽刺的意味,甚至有一丝丝贪婪。 放肆!滚下去! 一些鬼王,对着那奇怪的蓝衣厉鬼,发出怒吼咆哮。 不对劲,蛇妖娘娘微微醋眉。 这只小鬼,感觉有点古里古怪的。 它身上,除了鬼气,似乎还有一种隐藏的气息。 这种气息是什么?我,我倒是说不上来。 蓝衣厉鬼阴侧侧地笑着,静止朝着黄小龙和正和,走了过来。 呵呵呵,热闹了,这下就热闹了。 黄小龙忽然玩味一笑,眼中那好玩的表情,越来越浓郁。 在刚刚来到这座山头的时候,黄小龙就察觉到,这些阴魂厉鬼之中,隐藏了一只你。 这只你藏匿的极深,竟将所有的厉鬼,鬼王,甚至将正和,都隐瞒了过去。 倘若不是因为,黄小龙曾数次与你打交道,还杀死过几只你,对你散发出来的孽气,非常熟悉。 那么,说不定黄小龙也会被瞒过去。 不过现在倒好,这只你,终于按捺不住,主动走了出来。 很明显,眼前这只奇怪的蓝衣厉鬼,便是一只你伪装出来的。 还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。 放肆! 给本座滚下去。 正和已经被黄小龙激怒,这时候,失去了平日里的城府,也是有些暴躁如雷了。 对那蓝衣厉鬼你嗷嗷怒吼,并且,一股庞大的威压,直接镇压了过去,要将那蓝衣厉鬼你,直接挤压成粉末。 扑! 一声爆炸! 蓝衣厉鬼你被正和的威压,震得全身粉碎。 不过,仅仅只是它鬼体表面的一块皮,炸开了。 而在这块皮下面,居然是一只年轻紫衣女鬼的模样,眼波流转,很是妩媚。 哦! 画皮鬼! 正和微微一愣,不过没有用。 垃圾! 滚! 正和又是一道如有实质的威压放了出去。 砰! 爆炸! 又是一张皮,被撕成粉碎。 而这张皮下面,则出现了又一只蓝衣厉鬼,这次是一个满脸碎肉的老玉。 结结结,这老玉干瘪唇吸张着,发出刺耳的尖笑声。 哈哈哈哈,好玩,想不到你身上有这么多张鬼皮,怪不得你隐藏这么深,一直到现在,都没有被发现,黄小龙大笑道。 有创意,你真有创意。 黄小龙玩耳,原来啊,这只你,还真是会玩,身上披了不知道多少张鬼皮,一张撕开还有一张,仿佛无穷无尽。 正和还误以为,他只是一般的化皮鬼呢。 哼,一只小小的化皮鬼,也敢在本作面前,装神弄鬼的。 你有很多皮囊,对吧? 本作都给你撕了。 正和怒急而笑,双手随意抓出。 扑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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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张鬼皮,被催枯拉朽般扯碎开来。 正和双手如残影,连连撕扯,刹那间,便是撕掉了足足上百张鬼皮。 结果呢,每一张鬼皮脱落下来,下面总是还有一张新的鬼皮,根本扯不完。 撕不进。 哦,我知道了,这只你,吃了很多鬼,他把吃掉的鬼,包了皮,尽数都撑在自己身上,你妈,这还真是变态啊。 黄小龙摇头失笑,你比鬼变态。 好好,你有本事。 正和却也是有些啼笑皆非了,停止了撕扯包皮,说吧,你窜出来,究竟想做什么? 这时,那只你便成撑着一张黄衣丽鬼皮囊的模样,是吊死鬼,舌头伸出来一米多长,眼珠子暴脱而出,惨兮兮的,结结结,致万鬼大会。 一统天下? 很有意思,我很感兴趣,不过呢,你想当鬼皇帝,我都快笑掉大牙了,结结结。 那么,你的意思是? 正和讽刺地笑了笑。 本作当不了鬼中帝王,难不成,让你这只化皮鬼来当? 哈哈哈哈对,你身上的皮囊很多,可是,这又有什么用?本作是觉得你有趣,不想一下子灭掉你,想慢慢包你的皮丸,否则,早就让你魂飞魄散了。 嗯,我,可以暂时统一你们这些鬼,等我完够了,腻味了,便将你们,统统吃掉,反正,你们终归就是我的口粮儿,这么多美食。 还有不少鬼王,吃起来,一定非常非常的爽口,我要吃,我要吃啊。 那只你,发出了诡异低沉的笑声,目光贪婪,口中也是流出了口水。 一听这话,在场的所有阴魂厉鬼,鬼王,都是哄堂大笑了起来。 本来,黄小龙和郑和,就要来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碰撞,展开薄杀,经典的对决。 没想到,居然跑出来这样一只插磕打混的化皮鬼,可真是太搞笑了。 就连青青和小红这两只小妖怪,都被逗乐了,咯咯咯笑得花枝乱颤。 你们,这是在笑话我? 哈哈哈哈,那只你,骤然狂笑了起来,这笑声之中,却是充满了怒气。 鬼,也敢笑话我? 鬼这种低贱的食物,也敢笑话食物链顶端的我们? 那么,我也不想当什么鬼皇帝了,统统吃掉吧。 结结结全部吃掉。 哦?忍不住要现行了? 黄小龙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只被激怒的你。 那只你横扫了黄小龙一眼。 你这鬼王倒是很厉害,越厉害的鬼,吃起来越舒服,越好吃,我第一个就要吃了你。 哈哈哈哈。 哄! 一股庞大的,阴寒的,恐怖的,深渊一般的孽气,直接爆发了出来。 下一刻。 整个山头的厉鬼,尽数都是如坠冰窖。 不管是蓝衣厉鬼,紫衣厉鬼,还是鬼王,在他们的骨子里,都渗出一种天生的恐惧。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,就好像老鼠见了猫。 这,这,这是,终于,正合动容了。 他的身体,都微微地颤抖了起来。 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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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只,一只,你。 这个世界上,怎么会有你? 这是不可能的呀。 你竟是一只关闭,关闭着的呀。 扑怕了吧? 你们的死对头来了呀。 黄小龙扑吃一笑。 第915章,老子还有一个身份。 杰杰杰,没有错。 我就是你,我就是天地之间,最为尊贵的存在。 你,不死不灭的你。 你们这些鬼,都是我最爱吃的呀。 杰杰杰。 那只披着无数鬼皮的你,终于不再藏头露尾了,大大方方地将身上的孽气,释放了出来。 这一下,整个山头上的阴魂厉鬼,都吓得瑟瑟发抖,全躯在了地上。 眼中尽是惊恐绝望的表情。 逃? 他们也想逃啊,但是根本动弹不了。 这道理很简单,就和猫抓老鼠差不多,绝大多数情况下,猫发现老鼠时,一下就串上去了。 但是不会动手动口,而是在旁边先看着,而老鼠发现猫呢,立刻就不会动了。 趴在那里滋滋地撕心裂肺地叫,好像害怕到已经麻木的那种,连跑都不会了。 猫会戏弄老鼠一会儿,然后叼着老鼠玩去了。 看见这种状况,黄小龙这边的妖怪们,还有风寒烟,鸣宽,马出夏,蒙静灵等人,都是惊奇不已,也有点想笑。 这么多凶残的猛鬼,平时邪气森森的,怎么在这时候,居然全部吓得像安纯似的,这要太搞笑了吧? 妖怪和人类,不像是鬼那样害怕你,所以大家伙没什么异样的感觉。 哼,这时,郑和在短暂的错愕之后,心境也恢复了古井无波的状态。 他虽然是鬼,但已经是金字塔顶端的鬼,身为鬼仙,虽然本能和天性里,对你有那么一丝丝范畜,但也不至于吓得崩溃。 本作举办的这次万鬼大会,倒是出现了一丝丝纰漏啊,混进来一只你。 不过,倒也无妨,自古以来,便有人死为鬼,鬼死为你。 鬼之为你,有人之为鬼也的说法,可是,本作倒不怕你。 而且,哈哈哈哈这次,本作要建立鬼国,的确应该先立威。 既然你这只你现身了,那么,本作就干掉你,拿你来立威,为建立鬼国,做一次最完美的铺垫。 好吗?郑和已然是向这只你宣战了。 而郑和的战役,的确也已经高燃,膨胀到了一个极限。 一股佩然大力,从郑和身躯之中传递了出去,这不是鬼力,而像是纯粹的仙人之力。 冥冥之中,铺天盖地,把整个山体,都震动得摇晃了起来。 你们不必害怕。 有我在,这只你死路一条。 郑和力声道。 自古以来,只有鬼怕你的说法,却从来没有鬼逆袭,杀死你的事情。 今天,本作就要做第一只杀你的鬼。 也好让你们知道,跟随本作建立鬼国,是你们的荣幸。 节节节,那只你也是怪笑连连,凌空悬浮了起来,身上荡漾出一股充满了孽气的神秘力量。 以它为中心,空气都开始缓慢地旋转起来,变得泥泞无比,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漩涡,再吞噬着山头上的阴气,然后转化为一股孽气。 鬼仙郑和,与你,摇摇对立,就要展开爵士搏杀。 山头上的阴魂厉鬼,在看到郑和丝毫不受你的气息影响后,那颓丧绝望崩溃的心灵,也是出现了一丝丝曙光,甚至重新振奋了起来,啾啾地嘶吼起来。 大人!请鬼仙大人灭杀这只,这只,你!那是自然! 郑和傲然道,他全身开始生腾起来,一片烈日式的火光,在火光烈日之中,隐隐约约显现出一条巨大的木帆船,乘风破浪,这一刻的郑和,就宛如神灵,折仙,降落在了尘世,建立鬼国,是千秋大叶,必须要完美铺垫,渲染,这样才显得隆重其事。 但是,杀掉这只你,便是最好的前奏。那只你,披着一层层鬼皮,只是冷笑,全身孽气转化为了电光,缠绕着他邪恶的身体,隐隐约约约中,空气里到处都是游丝般的电芒,哪怕是在场的鬼王,都感觉到魂魄在发麻,随时有可能崩散开来。 就连蛇妖娘娘,狐妖娘娘,刺猬,黄皮子,这等大妖,这时扪心自问,都暗暗摇头,哪怕是他们四个一起上去,显现出原形,都不是郑和与这只你的对手。 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,一般的存在,已然是完全插不上手。 这时,郑和与你,气势抗衡,几乎是分平抗礼,不分伯仲,一个就好像是刺破苍穹的邪恶闪电,一个好像是悬挂在天空中的日月。 哈哈哈哈,忽然,黄小龙却是大笑了起来,好,很好,今天的收获,真的很大。 放肆,你多什么嘴? 郑和满面怒容地瞪了黄小龙一眼。 你也不要嘚瑟,等本作将这只你干掉之后,就亲手打散你的魂魄。 你今天,想逃也是逃不了的。 那只你,也是有些诡异地,看了黄小龙一眼。 咦,你这只鬼王,似乎,并不怕我呀,黄小龙自顾自地说道。 一直在寻找你,想要铲除,这次误打误撞碰见了。 郑和嘛,早在百慕大的时候,我就立时要将其灭杀。 嗯,对于我来说,这就是双喜临门了。 好了,既然你们都显现出来了本来的面目,那我就不玩了,我也不伪装了。 哎,扮鬼王,其实也不太好玩,阴森森的。 话音刚落。 哄,一道阳气,从黄小龙身上冲天而起。 与之同时,一张符传,从黄小龙体内飞了出来,在空中崩碎成鸡粉。 这张符传,就是黄小龙用来伪装成鬼王的符传。 如今,符传毁掉,黄小龙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鬼气因气怨气,取而代之的。 就是生气,生人的气息,阳气,浩然正气。 见状,在场的千魂万鬼都发出来了惊骇的叫声。 啊,这家伙不是鬼,也不是鬼王,就是个人。 太放肆了,一个人,居然混了进来。 我们,我们居然没有发现。 原来,杀死,杀死那么多鬼王的家伙,是个人。 可是,竟然是人,为什么,为什么会使用鬼术啊? 你是个人。 郑和再一次动容。 这一次动容,心中荡漾起来的波澜,丝毫不若于刚才发现了你,那种状态。 因为,黄小龙一直就在郑和眼皮子底下,与其他鬼王厮杀,自始至终,他是万万没有察觉到的。 而且,一个人,竟用鬼的手段,把最强鬼王,一针和尚给干掉了。 那么,这个人,他的厉害强横程度,可想而知了。 你是个道士。 岂有此理。 竟然混进来杀本座麾下的鬼王。 你罪该万死。 郑和呲牙咧嘴地吼叫了起来。 这一次举办万鬼大会,意气风发,愁愁满志。 可是,不但混进来一只你,还混进来一个人。 郑和那个憋屈啊。 堂堂鬼仙,算无一策,这次居然被算计了,被套路了。 嗯,对,小爷我是个人。 黄小龙人处无害地笑了笑,小爷我不是鬼,更加不是你。 顿了一下,黄小龙用讽刺的目光,看向了郑和。 对了,小爷我除了是个人,还有另外一个身份。 什么身份? 郑和对黄小龙这个人,现在好奇心极大。 郑和,你说当今天下,地府肖王,不但没有阎王爷,没有阴天子,没有判官,就连鬼叉都没有一个,现在我告诉你,你错了,大错而特错。 黄小龙忽然神秘地一笑,哄,天地之间,阴风骤起,整个天空,黑气滚滚,隐隐约约,一座巍峨牌楼出现,依稀可变,在牌楼上,写着苍境有力的三个大字,鬼门关。 第916章,老子是阴天子。 天地之间,覆盖下来了一种恐怖的威压。 这威压,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一般,让人惶恐,绝望。 猛逼了! 郑和猛逼了! 那只你也猛逼了! 山头上的千魂万鬼,不但猛逼,而且忐忑不安。 黄小龙这边,除了知道黄小龙身份的蛇妖娘娘、马出夏等,其他妖怪娘娘和风寒烟、明宽等,也是处于一种迷惘猛逼的状态中。 静!安静!静得诡异! 支哑一声! 天空中的鬼门关,似乎是缓缓地打开了,一阵阵阴风卷卷抱涌而出,伴随着无数凄厉鬼叫的声音,一条道路,从鬼门关中,延伸了下来。 大人,我是刘玄德,求大人救我上岸,大人! 大人,我嬴政愿意奉献出所有的宝藏大人! 大人啊,妾身潘金莲,愿侍奉大人左右! 大人,安武松愿意誓死追随! 天地之间,回荡起来了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惨叫声。 这时,黄小龙的脚下,闪出一片片妖艳的红光,一朵朵红色的花朵,绽放了开来。 很快,从鬼门关延伸下来的那条路上,两旁就长满了其膝膏,因风一吹,摇曳生姿的红色花朵,散发出诱人的异象。 这时,这是彼岸花,郑和失魂落魄的道。 这时,这是彼岸花,开外阴阳交界的黄泉路上,鬼门关,黄泉路,这,这。 郑和看着黄小龙,全身抽筋式地抖动了起来,这位至存高远的鬼仙,终于怕了。 莫名的忐忑与恐惧,就好像瘟疫一般,蔓延到了郑和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中。 这时的黄小龙,形象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只见他头顶战盔,身着牵甲,腰束乐带,足踏急靴,一袭黑色披风,直冲九天,披风之上,有一道道地狱岩浆在滚动。 另外,在黄小龙的腰间,还挂着一条黑色锁链,手里握着一把黑色长毛,那毛间散发出来的气息,简直让郑和这种鬼仙,都瑟瑟发抖,恐惧到了极点,几乎是失去了反抗的勇气。 郑和,无非就是鬼仙,可他现在所面对的,是阴天子,是整个地府。 两者之间的差距,着实太大太大了,天壤之别,用一句萤火与日月争辉来形容,都不足够。 郑和,你不是说,天地之间,再也没有地府,没有阴天子了吗? 哈哈哈哈,你这玩笑开大了,知道吗? 黄小龙那屁腻天下,君临的气势,直接覆盖向了郑和。 啊你是阴天子? 郑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,狼狈到了极点。 地府,地府,地府未灭,我错了,我错了,满盘皆输啊! 我错了呀! 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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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个时候,鬼门关内,窜出一条条黑色锁链,密密麻麻,直接将山头上的阴魂厉鬼脖子捆着,嗖嗖嗖的,就拽进了鬼门关,直接扔进望川河里面煎熬。 阴魂厉鬼,根本连挣扎的力量都没有,哪怕鬼王,也是一下子被捆住。 啊公子,是阎王爷啊? 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,简直就是震撼到了极点。 怪不得公子一直以来,都那么无敌。 嗨嗨我,我当初,嗨,还和公子作对,公子没杀我,真是,真是,真是侥幸啊! 黄皮子冷汗直流,公子有资格,亦有实力,与妖王抗衡。 我投奔公子,这一步骑士下队了,简直就是弃暗投明。 明宽这种道士,已经跪下来,不停地朝黄小龙磕头了。 刹那间,整个山头的千魂利鬼,鬼王,就尽数都被捆绑锁住,拖拽进了鬼门关里。 鬼,就只剩下郑和一个了,标准的光感司令。 这时,郑和也不敢再逗留了,殷天子,这,这,本作不奉陪了,先走一步。 郑和也是当机立断,身形骤然一闪,已然是远顿千里。 他绝不敢和黄小龙一战,开玩笑,已经知道黄小龙是殷天子,那就只有被镇压的份,哪里还敢还手? 当然了,束手就擒也不可能,因此,郑和竭尽全力,直接逃命。 黄小龙冷笑了一声,手中黑色长矛,直接投掷了出去。 咻!就是这一矛,显现出来了无上的威能,破万法,斩万鬼,降万魔,射万仙。 整个天空,波光荡漾,伟岸的力量,爆发了出来。 扑!一下子,郑和的身体,就被长矛冻穿了。 不过,身为鬼仙,郑和也是非同小可,只见,他的身体中,一散出来了一片片仙气,修复着伤口,而电光火石之间,郑和的身体,一下子就爆炸了。 这得来不易的鬼仙之体,直接爆炸开来,化为上千万道黑色鬼气,往四面八方飞了出去。 嗖嗖嗖,嗖嗖嗖嗖嗖嗖嗖。 密密麻麻的黑色鬼气,满世界乱飞。 黄小龙伸手一抓,一下子就把大量的黑色鬼气,抓在了手中。 那些被抓住的黑色鬼气,发出了啾啾啾的惨叫声,很快就泯灭了。 但是,也有一小部分黑色鬼气,逃顿离开了。 哼!黄小龙伸手一抓,直接将黑色长矛给抓了回来。 郑和这家伙,还真是当机立断,鬼仙之体自爆,分化出来无数的鬼气,逃过一死。 不过,我已经把他的鬼气,打灭了一大半,剩下那些鬼气,哪怕是重新凝聚起来,他的境界也会大幅度跌落。 黄小龙评估了一下,剩下的黑色鬼气,全部凝聚起来,大约也就是蓝衣丽鬼那种级别了。 也就是说,郑和虽然侥幸从黄小龙手中,逃过一劫,但也是从鬼仙,变成了一只渺小的蓝衣丽鬼。 以后,不要说鬼仙了,郑和能够重新修炼成鬼王,几乎都已经不太可能了。 干掉郑和之后,黄小龙细血地看向了那只披着鬼皮的你。 在殷天子那神奇的威压之下,哪怕是你,现在也动弹不得了,瑟瑟发抖,吱吱吱地叫着, 不关我是,你,你是掌控地府的殷天子,天下的阴魂厉鬼,都归你管。 可是,可是我不是鬼,我是你,你管不着我,我,我和你是井水不放河水的。 你就是你族的太子。 黄小龙细血一笑,那只你脱口而出道。 不是,不,我不是太子,我只是,我只是一只普通的你,如果是太子在这里,他可以和你对抗,太子拥有你术,至少可以和你这阴天子分庭抗礼,我只是普通的你。 黄小龙更不多说,直接一挥手,扑吱,扑吱,扑扑吱。 一张张鬼皮,从这只你身上脱落了下来,大概撕掉了一千张鬼皮之后,才显现出来了这只你的真实面目。 看来,这家伙是吃掉了不少鬼的。 他就是一条影子的形态,漂浮着,大约两米长,黑悠悠的,散发着邪恶的孽气,头部,长了一只独角,背脊骨的部分,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尖刺。 而且,尾椎骨衍生出来一米多长,似乎是一条尾巴。 这只你的形态,就和当初附身在鼓舞太子轩原霸体内的那只,一模一样。 黄小龙也相信这只你,并不是你族太子。 估摸着,你族的太子,形象还要更加特别一些。 放过我,放过我,快放过我啊,我吃过不少鬼,也等于是给阳间的人类,做出了贡献。 放过我,那只你,不停地挣扎扭曲,求饶。 第917章,第三把黑色小刀的下落。 这时,黄小龙将这只你身上的鬼皮都曝光了,让得他本来的模样,显现在众目睽睽之下。 妖怪们和鸣宽,蒙镜灵等人,都在一旁看得面面相去。 不得不说,你这玩意儿,的确是要比鬼,更加面目可憎啊。 那只你,还在不停地求饶。 本来嘛,你的速度是极快的,而且还能够吞噬人的影子,霸占人的身体与灵魂。 但在黄小龙这阴天子的神奇气息震慑之下,他根本就动弹不得,宛如蛇,被拿捏住了七寸。 饶命,饶命啊,那只你生泪俱下。 说说,你们你族的太子,在什么地方?黄小龙慢条思理地问道。 你不是说,你们你族的太子,神通广大,可以和我掰手腕吗? 那行,告诉我,他在什么地方,我去找他玩玩。 黄小龙知道,你族对人类造成的危害,绝对要大过于鬼仙正合,因此,剿灭来到人间的你族,那是当务之急。 正所谓秦贼先秦王,要诛灭你族,就要把他们的太子先干掉再说。 我不知道啊,太子殿下行踪不定,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,真的不知道,那只你族豪哭道。 请相信我,如果我知道太子的下落,一定会告诉你,太子殿下也一定会从你手里赎回我的命啊。 顿了一下,那只你忽然道。 哦,对了,太子殿下正在寻找一件东西。 什么东西? 黄小龙微微醋眉。 额就是一种神秘的黑色小刀,我们也不知道,这黑色小刀里,隐藏了什么秘密。 但是,太子殿下,发动我们,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。 似乎,这种黑色小刀,让太子殿下,很是着迷。 那只你回答道,黑色小刀。 黄小龙神色一领,你族太子手中,有几把黑色小刀。 只有,只有一把,不过,太子殿下说,这种黑色小刀,不止一把,如果将所有的黑色小刀搜集到,将会揭开一个惊天的秘密。 那只你哭哭啼啼的道。 我就只知道这些了,放过我吧,放过我,你要是杀了我,太子殿下不会饶过你的。 地府的殷天子,大约也就和我们你族的太子殿下,是同一级数的存在啊。 如果有一天,太子殿下打开你镜,我们你族大军,便可轻而易举地攻陷地府啊。 黄小龙没有理睬这只你的威胁,他的脑中,各种念头分之踏来,原来,你族太子手中。 也有一把黑色小刀。 黑色小刀,一共九把,我手里已经有四把,还差五把,你族太子也在寻找。 哈哈哈哈,有意思,太有意思了,又质问了一番。 这只你,着实也提供不出来什么有用的情报了。 黄小龙从地府之中,取出一些黄泉水,将他的精神灵魂,完全地抹杀,只剩下一具尸体。 黄小龙将这只你的尸体,扔进阴魂筒,存放了起来,以后或许有用的这的一天,也说不一定。 如今,偌大的山头上,阴气已经开始散尽,月光融融,偶闻蟲鸣鸟叫的声音,十分静谜。 一只鬼都没有了,全部被黄小龙送进了地府,整个世界似乎都因此而清静了。 黄小龙将鬼门关给关闭掉了。 阴天子那种君临天下的威武霸道,在黄小龙身上消失,取而代之的,是一如往常的嬉皮笑脸,玩世不恭。 好了,正和已经被我中创了,以后他就不是鬼仙了,充其量就是一只蓝衣利鬼,而且,我记住他的灵魂气息了,下次撞见,直接秒杀,哈哈哈哈黄小龙朝着妖怪们走了过去。 公子,你可真是瞒得我们好苦啊狐妖娘娘给黄小龙抛了个媚眼,他与黄小龙是夫妻关系,现在知道了黄小龙的身份,简直就是爱杀了黄小龙,甚至都有些受宠若惊了。 黄皮子和刺猬,更是战战兢兢。 师父,你是,你是阎王爷啊? 蒙静灵天真烂漫,拍手道。 阎王爷是我师父? 我是阎王爷的徒弟? 不知道我爸妈知道以后,会不会疯掉? 小龙,寒烟这普流之姿,可真是高攀你了呢? 风寒烟调侃道。 黄小龙搂住马出下的小蛮腰。 这事儿,我小老婆是第一个知道的,不过其他老婆并不知道,你们啊,记住,给我保密。 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,我的身份。 妖怪们和其他人,都忙不迭地连连点头。 我们走吧。 地府的事情,我也不方便向你们透露太多。 不过,你们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,以后,有我照着你们,你们就算是想死也死不了。 哈哈哈哈,黄小龙大笑道。 当下,黄小龙带着大家伙,下了山,连夜回到了护士的市区。 护士是不夜城,只醉金迷,这时候,聚集在护士的所有高级阴魂,鬼王都覆灭了。 黄小龙又将布置在护士的阵法开启,把残存的低级别厉鬼,统统绞杀掉。 一夜时间,整个护士,充斥满了红男绿女的欢歌笑语声,以及各种厉鬼的悲痛嚎哭声,宾死前那绝望气血的哭声。 黄小龙心说,不是小爷我心狠手辣,要怪就怪你们野心勃勃,离香背井地跑到护士来搞事,你们这是该死。 第二天一大早,太阳光一照,整个护士干干净净,阳气旺盛。 既然护士是魔都,魅力之都,黄小龙索性就逗留一段时间,带着妖怪们,还有徒弟,还有风寒烟马出下,在护士游玩。 这里的确比滨海,比黄小龙去过的任何一座城市,都要更大,人口更多,也更加繁荣。 黄小龙是玩得不亦乐乎,只不过,厉鬼都死绝了,否则,要是能一边玩,一边抓抓鬼,那可就圆满了。 这一日,马出下接到一个电话,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黄小龙身边。 小龙?我这里,我这里有一把黑色小刀的下落。 马出下脸上满满都是激动和妖宫的表情。 嗯?又一把黑色小刀的下落?黄小龙也是一致。 对!小龙,是这样的,前段时间,我们玄学会的十几名道士,收到一些消息。 在西江省的庐山,有阴魂厉鬼作祟,于是,他们便整装出发,去山区抓鬼驱邪。 马出下连忙说道。 后来,当他们到了庐山,在一个山中小村里,一户村民的家里,见到了一幅图。 这幅图上,就画了一把黑色小刀。 你看看! 说话间,马出下将他的手机递给黄小龙。 在马出下的微信上,有一个昵称为小二哥,头像是一名中年道士的家伙,发了一张照片过来。 这张照片,拍摄于一个农家的堂屋里,在墙壁之上,有一张泛黄的画,画上别无他物,只有一把黑色小刀。 这黑色小刀,造型与黄小龙要找的神秘黑色小刀,一模一样,其刀身上,用古转字写着一个三字。 这是第三把黑色小刀。 黄小龙眼睛一亮。 没有错。 透过这幅画,我已经能感受到,画中小刀的神秘气息了。 我手中有一、四、七、九、四把黑色小刀,现在,又知道了第三把的下落,真是天助我也。 马出下兴奋地道。 小龙,咱们这就赶紧动身,去西江省庐山吧。 那你族太子,也在满世界,寻找这种黑色小刀,不要被他抢了先。 第918章,闹鬼小镇。 黄小龙很快就决定了行程,前往西江省庐山。 寻找编号为三的神秘黑色小刀。 直接从护士飞西江省,暂时也不回滨海市了,只是打电话给大小老婆们保了一波平安。 要去西江省,黄小龙也不能把妖怪们,还有徒弟,名宽等人,全部带上。 最后协商决定,狐妖娘娘,蛇妖娘娘,刺猬,黄皮子,留在护士。 黄小龙将落头民一族的各种失传修炼方法,绝招,一股奶的醍醐灌顶给了徒弟蒙靖灵,让他安安心心地留在护士修炼,名宽负责处理蒙靖灵生活上的琐碎事。 黄小龙也顺便交了几招倒数给名宽。 风寒烟一流在蒙靖灵身边,保护和照顾他。 去西江省,黄小龙就只带了小老婆马初夏,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。 在临行的前一天,马初夏找到黄小龙,柳梅紧锁。 小龙,出了点问题。 哦?什么问题? 黄小龙愕然。 我们道士协会,去庐山那边抓鬼驱邪的十几名道士,统统失联了。 马初夏眼中流露出来一抹不太好的预感。 小龙,我们道士协会的人都配备了卫星电话,哪怕是深入庐山,也不可能失联的。 可现在,我们已经无法联系那群道士了。 他们的手机,统统都关机了,无法GPS定位,微信上,自然也无法再取得联系了。 马初夏有些阴郁的道。 难不成,都,都被厉鬼害死了。 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来说, 庐山发现的鬼,大约就是红衣厉鬼这种不入流的角色。 派过去的十几名道士,道法也都不俗,况且人数够多,不至于出岔子啊。 顿了一下,马初夏抬眼看了黄小龙一下。 小龙,该不会是我们的情报失误了,庐山那边,隐藏着什么大鬼,甚至鬼王之类的。 马会长,你怕什么呀? 小红眨巴着眼睛道。 哪怕是有鬼王,甚至有鬼仙作祟,我们家公子一出手,那还不是灰飞烟灭的份。 再说啊,你手下的道士,说不定根本就没死呢。 他们只是被庐山的自然风景迷住了,关了手机,自由自在地徜徉在群山之中,悠哉悠哉,快快活活。 好了,明天去庐山,我们就别在这里瞎猜了。 黄小龙笑道。 次日,黄小龙,马初夏,青青,小红,直飞西江省的省会,昌南市。 在飞机上,马初夏也简单地给黄小龙讲解了一下庐山的情况。 庐山在华夏,属于全国知名的旅游圣地。 以雄,骑,险,秀,闻名于世,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,素有其秀假天下之美誉,入选世界文化遗产,世界地质公园。 不过呢,虽然庐山的名气很大,平均每天都会接待几万名来自全国,乃至全世界的游客,但被开发出来的,仅仅也就是冰山一角。 还有大量的地方,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。 卢山自古命名的山峰便有171座,群峰间散布钢岭26座,鹤谷20条,岩洞16个,怪石22处。 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,形成许多极流与瀑布,瀑布22处,西溅18条,湖潭14处。 这么庞大的一片区域,自然,要全部开发,需要一段很漫长的时间。 没有开发的区域,自然对游客是封锁的,但也有不少胆大的游客,悄悄地进入这些荒芜之地,每年失踪或死亡的旅友,也不在少数。 其中有一些旅友,死得非常诡异,但这些消息,自然是被封锁了,并没有对外公布。 小龙,事实上,在庐山那些原始之地,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之中,危机四伏,人走进去,一个不小心就会迷路,弥漫在山间的瘴气,让人头昏脑胀,甚至还有一些腐蚀人血肉的毒杖,各种毒虫也是致命的,马出下侃侃而谈。 当然,更危险的,就是传说中的山鬼精怪,痴魅亡两,还有一些说法,在庐山里面,还有一些修炼成人形的妖怪,专门迷惑人,仆式吗? 庐山也有妖怪。修炼成人形的妖怪?轻轻扑斥一笑,兴慰盎然。传说而已。我也说不准。马出下一本正经的道。但谁也没真正见过妖怪。 或许,亲眼见过的人,都死掉了。太好了。这次要是能够在庐山发现妖怪,那可就太好玩了。 小红拍手道。我说,你们两个小妹妹,不要胡闹行不行?马出下有些不满了。 小老婆,你别理他们两个,他们就是神经病。黄小龙咧嘴一笑。飞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,就降落在了西江省的省会昌南市国际机场。 刚一下飞机,便有几名精神抖擞,身上一散出道力的中年男子,迎面走了上来。 见了面,这几名中年男子,都是对黄小龙和马出下毕恭毕敬的弯腰欠身行礼。 欢迎会长大人和黄公子立临。小龙,这几位是玄学会设立在西江省分部的负责人。 马出下介绍道。嗯。黄小龙微微点头。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,满脸伤感之色,叹息道。 会长大人,小二他们十几个人,进入庐山抓鬼,却,却失联了,恐怕这次是凶多吉少。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,我和小龙亲自过来,就是为了处理这事。 马出下有些微移地点了点头,却不对任何人讲,关于那把黑色小刀的事情。 多谢会长大人,多谢黄先生。 几名道士连声道。 几位,请随我们来。 当下,几名道士领着黄小龙等,出了机场,上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商务用车。 开车直奔卢山。 从昌南国际机场,开车到卢山脚下,大约是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。 黄小龙坐在车上闭目养神,马出下似乎也有些疲累了,小鸟依人般将头靠在黄小龙肩膀上打盹。 道士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,一路上像是打了鸡血似的,不停地对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,指指点点,鸡鸡喳喳。 车开到卢山脚下的一个小镇。 这个小镇名为秀丰镇,极为的繁华,商业气息很浓,很多要登山的游客,提前都会选择在这个小镇落脚,或是为第二天的登山养精蓄锐,或是体验一下古镇风情,或是补给。 这时,天色已尽黄昏,小镇上灯火辉煌,行人如知,各种摊位都已经摆了出来。 在小镇后面,隐隐可见卢山的轮廓。 当真便是群山连绵,郁郁稳稳,其风崛起,崇山峻岭之间,云雾弥漫,如果是白天观赏,一定会给人一种人间仙境的味道。 哈哈哈哈,这就是卢山了,看起来还真不错啊。 怪不得,当年历史上很多有名的诗人和词人,都写过诗词,歌颂卢山之美。 黄小龙笑着下了车,一名道士恭敬道。 黄公子,会长大人,小二他们进入的是未开发的原始地区,曾徒经过一个十分隔绝落后的小村庄。 山中崎岖,沟壑丛生,道路难行,看来,我们今晚,只能在这小镇上住宿了,明天一大早再进山,去寻找小二他们的踪迹。 马出下将询问的目光,看向了黄小龙。 黄小龙的点了点头。 这时,其中一名道士,忽然低声道。 黄公子,会长大人,实不相瞒,这秀风阵,最近,也是经常闹鬼,你们别看这里繁华热闹,游人聚集,可是啊,暗地里,是出了不少事的。 哦?黄小龙微微一笑。 出了什么事? 是这样的,那中年倒是低声道。 有一些游客吧,来了这个小镇,在离开之后,就出事了,莫名其妙就遭遇横祸了。 有的被车撞死了,有的游泳淹死了,有的跳楼自杀了,有的上吊自杀了,有的自焚而死。 我们玄学会,也派人来这个小镇调查过,但却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 哈哈哈哈,我知道了,你们的意思,是想让我出手。 黄小龙笑道。 锦鸣倒是面色尴尬,不过还是,同时点了点头。 小龙,除魔味道是我们修道人的本分,既然来也来了,不如就,马初夏在一旁软语哀求道。 有多少人来了这个小镇之后,横死了? 黄小龙好奇地问道。 这个,黄先生,据我们所知,已经有六十几个人遭遇不测了,那倒是狠狠地道。 一定是有鬼物在作祟,我曾经去见过一些尸体,察觉到了淡淡的阴气,我想,这些横死的人,是被鬼上身了。 不然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自杀。 都死了六十几个人这么多了。 轻轻在一旁扎舌道。 是,是的,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件事,恐怕还会不停有人横死,一鸣倒是摇头,唉声叹气。 黄小龙目光看向小镇,眼睛微微眯缝,几秒钟之后,笑道。 走,我们先进小镇,找个住的地方。 一群人与其他游客无异,走入小镇,在镇上找了一个客栈,开了几个豪华大房间。 办理完入住手续,时间已然是晚上八点多了,小镇的各种夜生活,粉末登场。 各种商贩的叫卖声,游客的讨价还价声,卖唱歌手嘶哑的唱腔。 不过,也就是这样一个歌舞生平的小镇,却是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脏东西。 要人命的脏东西。 公子,外面好热闹啊,我们快出去玩吧。 还有我好饿了呀。 我想吃东西。 我想吃鸡肉。 小红挽着黄小龙的胳膊,撒娇一般地道。 吃鸡肉? 你成天就知道吃鸡肉。 黄小龙笑骂了一声。 当下,黄小龙带着大家伙来到了小镇街上。 小龙,你发现了什么吗? 马初夏在一旁低声问道。 马初夏也是一名道法造诣不俗的道士,可是他进入小镇之后,只是感觉到,这个小镇的确不太干净,但一时间无法准确锁定位置,不确定那些谋财害命的阴魂厉鬼,来自何处? 我当然发现了。 小老婆,这种小打小闹的东西,对我来说,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嘛。 黄小龙嘻嘻一笑。 几名玄学会道士,闻言惊骇道。 黄先生,您已经有线索了。 在,在什么地方? 黄小龙笑而不语,却已经带着大家伙,来到了一间饭店的大门口。 这饭店的名字叫做月来饭店,规模也还算比较大,外面的停车位上,停着不少车辆。 店内飘洒出来了香喷喷的油烟味,杯盘完斩,工愁交错的声音,此起彼伏。 呵呵,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个月来饭店,然后笑道。 生意不错的样子,我们就去这个饭店吃饭吧。 一群人走进饭店,立马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跑了过来,脸色有点麻木的道。 几位啊?里面请,吃些什么呀? 黄小龙就看到,这女服务员及恶公隐隐约约有几道暗闻。 很快,女服务员就带着黄小龙等人,来到靠窗的一张大桌子前。 众人坐定,点菜。 突然,马出下低声道。 小龙,这个饭店有点不对劲儿。 有阴气。 而且,这里的服务员,收银员,跑堂的,都,都有点阴森森的感觉,似乎,他们都中邪了一样。 黑鲜不要急,先吃饭。 黄小龙老神在在地道。 如果说,这个饭店有问题的话,那么,来这里吃饭的人,统统都要遭殃,轻轻目光一转。 这么多人,这鬼的胃口,也太大了吧。 黄小龙仿佛自言自语的道。 当然不可能所有在这里,吃饭的人都出事。 鬼妈,也会选择目标的。 就在这时,黄小龙隔壁一张小桌,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,看样子吃完了,一边用餐巾纸擦拭嘴角,一边招手道。 买单。 一名脸色阴质的服务员跑了过来,用计算器啪啪敲了几下,笑道。 两位,一共是222块钱。 嗯? 222块钱。 那女顾客接过账单看了一眼,就收200吧,整数好算账。 服务员眼中,浮现出来一抹绿色,坚决摇头道。 您看,咱们这小店,小本经营,222块钱,已经是优惠过的价格了。 不能再给您少了。 希望您能够理解。 那女顾客还准备讨价还价,坐在对面的男顾客,却是将钱夹子拿了出来,大大咧咧地道。 222块钱,就222块钱呗,咱又不是吃不起。 说着,男顾客从皮夹子里,数了222块钱出来,就要递给那服务员。 等等,黄小龙却是冲那边笑了笑。 222块钱对吧? 你们先别买单,再点一个菜。 总而言之呢,买单的金额,绝对不能够是几个相同的数字。 222块钱不行,333块钱不行,444块钱也不行,懂我的意思了吗? 哼,那服务员听到黄小龙的话,抬起眼睛瞪向黄小龙,有着几分利色。 第919章,买鬼。 那服务员有些不满地瞪着黄小龙,似乎是在警告黄小龙,不要多管闲事。 服务员的眼珠子里,充满了血丝,眉宇间有一丝丝黑气。 他倒不是被鬼上身了,但也是属于被鬼迷住了心智。 这时,那桌上的男女顾客,同时摆了黄小龙一眼。 那女的讽刺地道,咱们都吃好了,还点什么菜啊,真是多管闲事,脑子有病。 哎,你怎么说话的? 马初夏立马不满地道。 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,眼中也是泛起妖艺的光芒。 那男顾客见黄小龙这边人多势众,也不敢太过放肆,连忙给女伴打了个眼色, 然后匆匆忙忙地将222块钱交给女服务员,拉着自己的女伴便走。 嘴巴里面如道,我们吃饱了,不用加菜了。 看来也是个怕事的主。 服务员接过钱,嘴角扯出一抹诡异的笑容,斜斜地道。 欢迎下次光临。 一男一女快步往饭店外面走去。 然而,就在这时,嗖嗖。 两道鬼影,从饭店的墙壁里面,直接窜了出来。 啊! 坐在桌边的一名道士,眼睛都快瞪爆出来了。 是,是,一只吊死鬼,一只烧死鬼。 说时迟那时快,两只鬼已经直接附在那一男一女两人身体上了。 那一男一女,身形治了一下,然后就用一种奇怪的不姿,继续往外走。 鬼上身了? 原来是这间饭店在闹鬼。 之前横死的所有人,都应该是来过这间饭店的。 另一名道士恍然大悟。 这个时候,陆陆续续有客人买单离店。 但很奇怪,其他离店的客人,倒是平平安安,没有被鬼附身。 诺两只红衣厉鬼而已,你们去搞定吧。 黄小龙对玄学会的几名道士吩咐道,那几名道士也顾不得吃饭,直接站了起来。 黄先生您放心,抓鬼驱邪,咱们玄学会是择无旁贷,这就去。 那啥,能搞定吧? 黄小龙有些质疑地问道。 黄先生,也就是两只红衣厉鬼,没问题。 几名玄学会道士,马不停蹄地跟着那一男一女去了。 小龙,这好奇怪,为什么隐匿在这饭店里的阴魂厉鬼,刚好就找上了那一对男女,不找别的客人。 马出下一脸疑惑,旋即看向黄小龙。 小龙,对了,刚才听你说什么买单的金额,绝对不能够是几个相同的数字。 222块钱不行,333块钱不行,444块钱也不行,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? 这个时候,黄小龙点的菜也上来了,香喷喷地摆满了一大桌子。 都是当地著名的美食。 黄小龙拿起筷子,就风卷残云地吃了起来,一边吃一边道。 你们也别愣着,快吃啊。 别担心,我已经检查过了,这些饭菜都没有问题。 听黄小龙这么一说,马出下,青青,小红,才大块朵一起来。 吃了一会儿菜,黄小龙笑道。 我告诉你们吧,一般晚上去一些闹鬼的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馆之类的地方消费,买单的时候, 如果金额是三个相同的数字,那千万要注意了。 鹅马出下,青青,小红,同时停下筷子,抬眼看着黄小龙。 像这种情况,就等于是买鬼。 黄小龙解释大。 买鬼? 对,买鬼。 黄小龙深以为然地点头道,就好像刚才那两位,结账的时候,金额是222块钱,三个相同的数字,我已经让他们再多点一个菜了,他们偏偏不食好人心,一付钱,隐匿在这个饭店里,代价而沽的鬼,就被他们买走了。 果然如此。 马出下轻轻一拍桌子。 其他时刻结账的时候,肯定不是三个相同的数字,所以他们没有买鬼,鬼也不会去找他们。 这些都是灵异小窍门了。 黄小龙又加了一筷子菜。 在阴气重的地方,有阴魂厉鬼出没的地方,三个相同的数字,是大忌。 不单单是负账了,哪怕是你看表,如果看到的时间是1点11分,2点22分,3点33分,4点44分,也是容易招鬼上身的。 真邪门。 马出下无语的道。 青青和小红,却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其实蛮有趣的呀。 可是呢,黄小龙笑道,遇到这种买鬼的情况,其实是很罕见的。 鬼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。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,第一,你去消费的地方,因气盛,并且确确实实有鬼的存在。 第二,结账的金额,不多不少,必须得是三个相同的数字。 哪怕是两个相同的数字和四个相同的数字,那也不行。 因为三这个数字,才能形成三煞局,才能招鬼。 马出下恍然点头,哦,小龙,听你这么说,买鬼的确是一件挺难的事。 因为这个饭店有鬼,而且那一男一女买单的时候,恰好是222块钱,所以他们才误打误撞,一人买了一只鬼,他们也太倒霉了吧。 扑哥哥漏是啊,真倒霉。 小红扑痴一笑。 这个时候,出去驱鬼的几名玄学会道士,一脸红光满面地回来了。 怎么样了? 马出下不动声色地问道。 会长大人,那两只红衣厉鬼,已经被我们打了个魂飞魄散。 一男一女昏迷了一会儿,我们用符转让他们清醒过来,已经没事了。 一名道士笑道。 道士们坐下来吃饭。 黄先生,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间饭店有问题了。 怎么办? 要不,直接把这饭店里的鬼都弄死得了。 一名道士很声道。 黄小龙目光一转,看向了饭店的墙壁。 只见在那些墙壁里,挤满了各种惨兮兮的鬼,一个个都用贪婪的眼神,看穿墙壁。 看着饭店里的时刻,就好像是一群被摆放在橱窗里,代价而沽的商品。 先不要急嘛,慢慢来。 黄小龙眼珠子一转,浮现出来一抹玩味的表情,先吃饭,先吃饭,吃完饭,试试咱们的运气。 有黄小龙在,大家都有了主心骨,一切为黄小龙马首之瞻便是。 黄小龙让吃饭,大家就心无旁骛地吃饭。 一个小时后,酒足饭饱,留下一桌子残羹剩菜,背盘狼藉。 黄小龙打了个宝格,招手道。 服务员,买单。 刚才那个服务员,一脸音质地走了过来,手里拿着个计算器,啪啪地敲着。 然后咧嘴一笑。 谢谢,你们一共消费了888块钱。 本店盖部讨价还价。 铺置888块钱。 小红乐了。 公子,咱们运气很好啊。 三个相同的数字呢。 买鬼,咱们买到鬼了,轻轻低声咕弄道。 这也太巧合了吧。 好。 太好了。 黄小龙打了个响指,对马初夏道。 小老婆,买单。 马初夏从钱包里,找出888块钱,递给服务员。 那服务员接过钱,音笑了一下,欢迎下次光临。 走喽,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,带着大家伙就要往外走。 就在这时,嗖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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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嗖。 一只只厉鬼,从饭店的墙壁夹缝之中,迫不及待飞窜了出来。 冲着黄小龙等人,疯狂扑了上去。 就好像是赶着去投胎似的。 这些鬼,有全身被烧焦,只留下黑乎乎残渣附着在骨头上的烧死鬼。 也有出车祸死亡,全身被碾压爆开的鬼。 还有舌头吐出一米多长的吊死鬼。 甚至还有一只花枝招展的燕鬼。 一群鬼兴奋地啾啾啾叫着,他们已经被黄小龙等人买了,马上就要附身了。 第920章 神洞村 好吗?黄小龙这次是花了888块钱,买了一堆鬼。 也没啥好争的,和黄小龙一起的人,人手一只,哪怕是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,也被鬼给锁定了。 哈哈,黄小龙发出讥讽的笑声,也就是随意挥挥手。 咻!一道道金光扩散了出去。 扑过来那些鬼,就好像是冰淇淋遇到了烙铁,滋滋滋地就消融掉了,被轰得魂飞破散。 也就是眨眼间,黄小龙就灭掉了买来的这些鬼。 以至于,在这个饭店里吃饭的时刻们,都还没反应过来。 饭店里的服务员和收银员,各种工作人员,都用惊触的目光,看着黄小龙。 再说,挤在墙壁缝隙里,那些代价而沽的鬼,一个个都惊恐莫名,脑袋死死贴着墙面,用血淋淋的目光,很是害怕地看着黄小龙。 小龙,现在怎么办?貌似这个饭店里,还有蛮多鬼的。 马出下愈愈愈试地道,干脆,一网打尽得了。 恩黄小龙想了想,算了,那些还没有卖出去的鬼,我看虽然怨气很大,但暂且没有害过人。 事实上,这些鬼的怨气,之所以大,导致他们变成了厉鬼,那是因为,这间饭店的老板,做得太过分了。 啊?公子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? 轻轻狐疑不定地看着黄小龙。 小龙,你的意思是说,这间饭店的老板,故意在饭店里养了很多鬼,然后等客人来买,谋财害命。 马出下猜测道,这个倒不是,我让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 黄小龙笑着摇了摇头,旋即,对饭店里一个服务员道,你们老板呢?叫他过来见我。 老,老板,老板,那服务员表情有些机械麻木,看来这段时间在饭店里工作,也是沾染了不少鬼气,以至于精神都有些恍惚了。 黄小龙无奈地摇了摇头,直接甩了几张浮转出来。 浮转凌空自然,化为一道道金光,扩散至饭店的每一个角落。 饭店里的工作人员,被金光这么一兆,尽数都是呕吐了起来。 吐出来的,都是一些肮脏乌黑的粘稠液体。 整个饭店,饮满了恶臭味。 这么一兔,饭店里的食客都骂娘了,然后尽数买单走人。 偌大的饭店,就只剩下黄小龙等人,以及饭店里面的工作人员。 工作人员们,在吐了一会儿之后,缭绕在他们身上的鬼气阴气怨气,变禁数都是散尽了。 他们也都恢复了正常。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,浑浑噩噩,似乎不知道这段时间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黄小龙索性找了张凳子,坐了下来,点燃一支烟。 赶紧地,把你们老板叫过来。 那,那,那您稍等饭店的一个负责人,见帽变色,见黄小龙气宇不凡,身边又跟随着不少人,其中还有几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。 他料想,黄小龙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,莫非是什么二代,因此不敢怠慢,立马拨打了饭店老板的手机号码。 二十分钟过后,一辆凯迪拉克停在饭店门口,下来一个秃头男子,一脸不耐烦的表情, 风风火火冲进来嚷叫道。 怎么会是?怎么会是?这大半夜的,把我叫过来干什么?你们不想干了? 不是,老板,这位先生要找您。 饭店负责人,唯唯懦懦地道。 饭店老板转头一看黄小龙,他跃人无数,立刻就陪着笑脸道。 哟,这位,您这是找我做什么呀? 我就是小店的老板,挨小本生意,混口饭吃,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,还请您多多包涵。 废话就不要多说了。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。 你印堂发黑,极恶功有裂痕,我看你最近应该是倒霉透顶。 做什么事都不顺心。 思。 那老板倒抽一口凉气,脱口而出道。 您怎么知道? 是啊,我这段时间打麻将老师输钱,老婆也把我给绿了。 你妈,你说气不气人? 这娘们居然在网上找了个小他十岁的大学生,老牛吃嫩草,不要脸。 还有,我上个星期去医院检查,肺部有一块阴影,活检结果还没下来,吓死我了。 和你是做了媚良心的事? 黄小龙戏谑道。 实话实说吧,你这饭店招鬼了,而且不是一只两只鬼,而是一大群鬼,长此以往下去,不出一年,你家破人亡,断子绝孙,必死无疑。 一听这话,这老板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,声泪俱下,救命。 救命啊! 您,您,求您救救我,我不想死啊。 当初,你在盖这间饭店的时候,是不是用了很多墓碑石,还有坟地里面的泥土? 黄小龙冷笑道。 这您都知道。 饭店老板用惊恐莫名的眼神,看着黄小龙。 这件事,终归是违法的,所以饭店老板当初也是悄悄干的,知道的人屈指可数,没想到黄小龙这个陌生人,一语道破真相。 特么给我老十点。黄小龙冷笑道。 对,对,我,我,我昧了良心。 我该死。 我不是人。 我是畜生。 老板哇哇大哭起来。 当初啊,我为了节约成本,在盖这间饭店的时候,就悄悄去了一个墓底。 那个墓底,没有正规的单位管理,常年都慌着,所以,我,我就悄悄去,偷了一些墓碑回来,还挖了很多泥土,然后把墓碑石弄碎了,用来建筑饭店的墙体。 那些坟地里的泥巴,也一并使用了,呜呜呜,我这真是鬼迷心窍啊。 你这种人,简直就是该死。 建房子,去坟地里偷材料,你就是个典型的人渣。 马初夏运怒不已。 现在,大家终于搞清楚,为什么这间饭店的墙缝中,加了那么多阴魂厉鬼。 原来啊,饭店就是用坟地里的墓碑石和坟包包上面的泥土,给修筑起来的。 这能不招鬼吗? 这些木鬼,好端端地待在自个儿的阴宅里,你倒好,把这些鬼的家都给拆了,阴魂厉鬼不找你找谁? 玄学会的一名道士,也是怒吼道。 桑尽天良? 你知不知道,多少游客因为你这档子事,丢了性命? 你,你这种人,枪毙十次都是活该。 算了,懒得和这种下三烂啰嗦了。 黄小龙厌恶地瞪了那老板一眼,然后站起身来,走到墙边。 墙壁缝隙里面的阴魂厉鬼们,吓得瑟瑟发抖,不停啾啾啾叫着。 我看你们也是被害者,可怜兮兮的。 不过呢,你们不该躲在这里害人。 冤有头债有主,被你们害死的无辜人,也不在少数。 黄小龙摇了摇头。 罢了,别溜在阳间了,我送你们去地府投胎吧。 说着,黄小龙将阴魂筒拿了出来,把墙缝里面的鬼都给收了。 然后贴了一张符在墙壁上。 整个饭店的阴气,就此消散。 干完这个,黄小龙对几名玄学会的道士递了个眼色,你们看着处理吧,手脚干净点。 好咧,几名道士把那已经吓得贪软的饭店老板给架了起来。 只听一名道士低声道。 等会找只小鬼,附在这家伙身上,让他自己给自己点天灯。 老板两眼翻白,直接吓得昏死过去。 我们回酒店睡觉。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,带着大家伙返回酒店。 这一夜,黄小龙自然是和小老婆马出下一间房,两人可以说是久别重逢,自然就是抵死缠绵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大家伙整装待发。 由那几名玄学会的道士领路,带着黄小龙等人,徒步进入了庐山。 他们进的并不是所谓的风景区,而是一片完全没有开发过的蛮荒之地。 走不多时,便进入了瘴气蒸腾,能见度极低的山中,颇显山斗,乱石临寻,路很不好走。 而且随处可见巴掌大的蚊子,还有几寸长的西斜马黄。 幸好黄小龙等人,也都不是普通人,否则根本不敢继续走。 黄小龙拿出一些福传,让众人贴在身上,这样一来,无论是独障还是独虫,都上不了大家。 一边走,一名玄学会的道士,一边解说道。 黄先生,会长大人,在这庐山里面啊,有一些村落,十分的荒僻落后,几乎和外界没有什么往来。 虽然谈不上如毛隐穴,但也差不多了。 咱们玄学会,之前失联的十几名道友,就是到了一个神洞村的地方,然后,然后。 说到这里,这倒是哽咽了几声,眼眶也都红润了。 其他几名玄学会道士,也都是黯然神伤。 神洞村?这个村子的名字,倒是蛮奇怪的。 黄小龙心中一动,编号为三的神秘黑色小刀,就在神洞村吗? 我说,你们别这么悲观好不好? 你们那些道友,也就是失联而已,说不定,他们都没有死呢。 对吧?小红这只小狐狸,在一旁善意地安慰了起来。 总而言之,这次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 马初夏正色道,我是会长,我要对每一位成员负责。 这一路上,只不过是环境恶劣了一些,倒也没见到什么亡两痴妹,更加没有遭遇山鬼妖怪。 大约是在中午的时候,前面吹烟鸟鸟,一个静谧的小山村,跃入眼帘。 这小山村前面,有一条蜿蜒而过的溪流,背靠一座茫茫大山。 村子里,有着几十户人家,破破烂烂的土泥巴房子,道路上长满了杂草,似乎连水电器都没有通,典型地落后山村。 黄小龙带着大家伙,走进村子。 只见,一些孩童在玩耍,看见有黄小龙等人进村,这些幼童也没有慌张或怕生的表情,而是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,看着黄小龙等人。 这种眼神,有一种不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成熟,以及一丝丝凶狠,与贪婪。 对,没有错,黄小龙分明从这些孩童的眼睛里,看到了贪婪。 又有外面的人来了,又有外面的人来了。 一个孩童欢呼雀跃地叫了起来,又给我们带好玩的东西来了。 嗯,黄小龙目光一扫,就看到,一个六、七岁的女童,手里竟然拿着一部iPhone X。 我的乖乖,这手机才刚上市啊,售价约为RMB1000块钱左右。 一个山村里的孩子,竟然拿着一部iPhone X在玩,这也太搞笑了吧。 要知道,这玩意儿,多少城里的孩子,都不曾拥有啊。 不止iPhone X,黄小龙还看到,一些孩子手里还拿着iPad,或是PSP游戏机。 小龙,这村子蛮奇怪的。 马出下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。 一名玄学会的道士,在黄小龙耳边低声道。 黄先生,会长大人,咱们到了,这就是神洞村,那十几名道友,就是在这里失联的。 先不要紧张,咱们到处瞧瞧。 黄小龙笑道。 这个时候,几名孩童竟然主动跑了过来,叽叽喳喳地道。 你们是从外面的大城市来的吗? 是不是要在我们村子里借宿啊?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。 小朋友,是不是曾经有很多外面大城市的人,在你们村子借宿啊? 这些小孩子,都诡异地笑了笑,也没正面回答黄小龙的问题。 这个时候,几名青壮年的村民,迎面走来,脸上充满了亢奋的笑意。 各位,欢迎来到神洞村,欢迎,欢迎。 很快,这个村子的家家户户,都打开了门,村民们从屋子里走出来,看着黄小龙等人,眼神之中,充满了贪婪与狠毒之色。 就好像,黄小龙等人,进了一个狼窝,面对的是一群凶狠的柴狼。 小龙,小心点。 马出下低声道,嘿嘿,放心,这些村民都不会鼓舞,也不会倒数写法,而且,这村子里没有阴魂鬼物。 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而已。 黄小龙笑了笑,各位,欢迎。 一名年老的村民,被簇拥着,走了上来。 我是本村的村长,各位是不是要借宿啊? 那啥,我听说你们这里,有一幅画,画的是一把黑色的小刀。 我想瞧瞧。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道。 那村长神色一致,眼窝深处,浮现出来一抹阴质的表情。 你,你怎么知道这个? 哦,听说而已。 黄小龙笑了笑。 对了,前段时间,我有一些朋友,也来过你们村子,就是一些道士,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 村长,你还记得我这些道士朋友吗? 哦,道士? 那村长眼角肌肉跳动了几下,然后把头摇成波浪鼓,不知道,没见过道士啊没见过,真没见过。 马出下勃然大怒,就要发作。 黄小龙给他递了个眼色,示意他,不要轻举妄动。 那村长继续道。 您说的黑色小刀的话,就在我家里,要不,我这就带您去瞧瞧。 嘿嘿嘿,可以,带路吧。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道,这边请,这边请。 村长连连说道,其眼神之中,也是略过一抹凶狠之色。 村长一边带路,一边对村民们递了个眼色,这是一个杀气腾腾的眼色。 黄小龙哪有不知道这些猫腻的,只不过懒得拆穿而已。 总而言之,这个神洞村,那是不简单啊。 不多时,村长就领着黄小龙等人,来到了几间泥巴屋子外面。 黄小龙一看,在屋子外面,地上竟然有些一些干涸的血迹,斑斑勃勃的,触目惊心。 喝这事。 黄小龙指着地上的血迹问道,哦,前段时间杀了猪,嘿嘿,杀了猪,杀了猪。 村长搓着手道,里边请吧,话就在堂屋里,请请请。 这时,马出下和玄学会的道士们,眼中的杀气,已然是有些无可遏制了。 这屋前的血迹,多半不是什么猪血牛血,而是,人血。 很有可能,便是那十几名失联道士的血。 换言之,那些道士,根本就不是失联了,而是,在这里遇害了。 在这个村子里被杀了。 青青和小红这两只小妖怪,也都发现事情不对劲儿,他们眼中,妖光一闪。 小红咕弄道,今天特别想吃人。 进屋。 泥巴屋子里,陈设十分简陋,破旧。 不过,却是隐隐飘散着一丝丝残留的血腥气息。 果不其然,在堂屋的墙壁上,挂着一幅纸张泛黄的古画,画中,有着一把黑色小刀,刀身上,露刻着一个古转字三。 一种古朴苍凉,极为神秘的气息,透过画卷,扑面而至。 画上的小刀呢? 也在你家里吗? 黄小龙对那村长问道。 突然! 结结结结结结结,又来一群肥猪,哈哈哈哈那村长忽然怪笑了一声。 下一刻,他的动作,变得极为皎洁,闪身一退,就退到了屋子外面。 咔嚓! 一声金属音,只见一道铁门,从屋子的大门上面,直落了下来,将屋子给堵住了。 这铁门由数十根铁柱子组成,每一根铁柱子都粗如而毙,将好像监狱的铁门一样,将黄小龙等人给困在了屋子里。 切至一群傻笔。 黄小龙嗤之以鼻,索性也不去管外面的情况,静止就朝里面的屋子走去。 一进去,就闻到了一股子淡淡的血腥味,以及臭味。 只见,一张床上,捆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。 这个女孩子染了一头黄发,波浪卷,衣衫蓝绿,蜷缩着,嘴里还塞了一团臭袜子。 眼睛早就已经哭得红肿,眼神之中,充满了恐惧,绝望,麻木,就好像是傀儡一般。 在床上,还堆积着不少的物品,有浪琴手表,手机,还有一些旅行背包,戒指耳环手势,一叠一叠各种面额的钞票。 另外,还有几把桃木剑,一叠福转。 是,是道友们的东西。 玄学会的一名道士,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 哦,我知道了。 黄小龙眼中杀鸡一闪而过,微微点头道。 这个村里的人呢,都是一些强盗土匪,但凡有背包客和旅友路过这个村子,就被他们给害死了,抢劫了物品。 诺,这个姑娘,肯定就是被绑在这里,遭到了非常变态,非常恶心的侮辱,妈的。 今天,老子要把这个村子给涂了。 公子,你看! 轻轻指着窗外。 黄小龙抬起目光,看了出去。 只见,在外面,几十名村民,男男女女,已然是将这个屋子包围了起来。 他们手中握着自制的弓箭,弩,砍刀,甚至还要火药枪,口中咿咿呀呀的咆哮着,眼神恶毒。 贪婪,凶残,就好像,是一群柴狼?吃人不吐骨头的柴狼?所以有时候我说,有的人,比鬼还恶心,比鬼还可怕,那啥?这个村子,所有人,全部干掉,一个别放过。 黄小龙轻描淡写的道,轻轻舔了舔嘴唇。 公子,不留一个活口吗? 不用了,等会抓住他们的阴魂,慢慢拷问,完了打个魂飞魄散。 黄小龙咧嘴一笑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